第二千八百八十一章什么关系 砰砰砰 虽然唐若雪不知道 湛灭羊怎么从宋红颜手中跑出来 但对方态势还是能让他感受到极其危险 湛灭羊不仅全身武装 气势如红 还浑身绽放狠力杀气 一看他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而且是要杀掉自己 于是唐若雪一边对手机喝叫戒备 一边对着湛灭羊扣动扳机 一连串的弹头倾泻过去 尽数打向了湛灭羊的要害 弹头呼啸 湛灭羊却连躲都没躲 护着脑袋横冲直撞过来 只听当当当的声音响起 十几颗弹头全部掉落在地 身上盔甲刀枪不入 几个唐氏佣兵抬起重武器要轰击 却被湛灭羊抬起右手猛低一甩 几道蓝色激光把他们撂翻在地 下一秒 湛灭羊气势不减 冲到第二辆的吉普车前面 他一把撞翻两名唐氏佣兵后 双手猛地一掀车子保险杠 吉普车轰的一声被他掀飞 重重砸翻涌来的唐氏佣兵 六名唐氏佣兵肋骨折断倒在地上 手里武器也都对着天空射击 砰 占面羊没有停歇 再度往前一冲 来到唐若雪的车子面前 他脑袋一侧避开唐若雪的弹头 接着吼叫一声一拳吹出 砰的一声 车子前盖瞬间碎裂 车身也猛地一晃 让唐若雪手里的短枪跌落 杀 湛面羊没有停歇 双手一握车子 就要直接掀翻 小姐 别乱动 就在这时 卧龙一拍座椅 直接从挡风玻璃撞了出去 他对着湛面羊胸膛 一口气点了十几下 砰砰砰 一阵刺耳的声响中 湛面羊胸膛被卧龙点中 身躯晃动了几下 接着他蹬蹬蹬后退了好几步 但是整个人却没有半点事 在卧龙横扫千军 扫出最后一脚时 湛面羊双手一挫 一把抓住了卧龙的脚踝 手指坚硬如铁 卧龙脸色微微一变 不等湛面羊打断自己的小腿 卧龙又是身子一翻 另一脚狠狠扫出 砰的一声 脚背打在湛面羊的脑袋上 湛面羊脑袋一晃 精神微微恍惚 这也让他下意识松开卧龙 吼 只是湛面羊没有缓冲 大吼一声 双眸闪过两道血红金光 身体化为一道残影前冲 同时 双拳像是炮弹一样轰击卧龙 速度 无以伦比 力量 力拔山西 卧龙也没有废话 速度提高两分 拳头也在顷刻打出 砰砰砰 双方再度硬碰硬 拳脚疯狂碰撞 没有任何的华丽招数 两人单纯用速度和力量碰撞 拳脚连连翻飞 大街上响起的一阵阵猛烈爆响 如同雨天的雷声一般 响彻着每个人耳朵 拳影漫天 肉眼已经很难捕捉到 两人出拳的速度 这也让唐若雪和唐氏拥兵 一时无法开枪相助 很快 他们就从街道中间 打到街道尾端 一路无数招派和垃圾桶回损 好几间酒馆的大门也被撞坏 可见两人何等蛮横 砰 随着又一击碰撞 惊天动地的声音炸起 卧龙和湛灭羊一起摔入一间酒馆 两人的嘴角都流淌出一抹鲜血 只是湛灭羊摇晃两下脑袋 很快恼羞成怒冲锋 杀 卧龙抓起一刀冲上去激战一起 嗖嗖嗖 在唐若雪准备让人去查看卧龙时 街道两侧突然冒出了不少凶徒 他们手里一个个拿着武器 他们趁着唐氏拥兵注意力落在战灭羊身上 毫不留情扛出了急停火箭筒攻击 不过荒漠凶徒速度快 唐氏拥兵速度更快 小心 一直戒备的他们 看到有火箭筒现身 就马上扣动扳机 扑扑扑的枪声中 扛着火箭筒的敌人 手当气冲被乱枪打死 Loda BB7-3 他们临死触碰到开关对天轰出火箭弹 火箭弹打在半空炸出好几团火焰 让空气生出了胶着气息 唐氏拥兵没有就此停歇 24人先是依靠车队不断射击 接着抢占了附近一栋三层楼明居 唐若雪也从车上转移到居民楼 他们借着明居门窗和车子 把涌过来的凶徒全部击毙 唐氏拥兵还毫不留情扛出火箭弹和加特林 对着其余居民楼后面的敌人无情轰击 密集枪声和爆炸声中 无数凶徒惨叫横死 唐氏拥兵虽然不知道凶徒为何攻击他们 但对方呈现敌意自然无情消灭 唐若雪却连连喝道 不要伤害无辜 不要伤害无辜 焰火拥兵队长对唐若雪耸耸肩膀 唐小姐 这个小镇没有无辜 胡说八道 唐若雪声音一沉 凶徒归凶徒 居民归居民 不能混为一谈 冒犯我们的敌人可以杀 但无辜的妇孺老少不能杀 唐若雪很是强势 这是底线 也是命令 焰火叹息一声 明白 随后 他就打出手势 让一众佣兵收起重武器 不要无差别攻击 几乎是刚刚收起重武器 天空就响起了轰鸣 两架直升机呼啸而来 砰砰砰 在焰火他们重新组装火箭筒时 十几名唐氏佣兵 对着直升机扣动扳机 弹头如雨水一样倾泻 击打直升飞机 那叮叮咚咚声音 清晰传来 玻璃也多出十多个 触目惊心的弹痕 但两架直升机 毫发无损 哒哒哒 在唐氏佣兵 本能躲避的时候 两架直升机 已经扫出了弹头 四名没有完全 躲避好的唐氏佣兵 顷客被打成一堆血肉 隐藏的车子 也都轰然碎裂 显然无法承受密集扫射 噗 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从窗户爆射出去 它气势如红 轰在直升机的螺旋桨上 当的一声巨响 螺旋桨轰然断裂 同时 一大股红色火焰蔓延基底 直升机不受控制地 盘旋着跌落 冒着一大股火焰 栽向地面 在不少人刺耳的尖叫中 直升机砸他几栋土坯房子 潜伏房顶上的十几个敌人 被螺旋桨搅成肉渣 死状奇惨 扑扑 唐若雪没有停歇 靠在门窗又轰出了两颗弹头 一颗打中了直升机轰出的炮弹 一颗打中了直升机的螺旋桨 两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刺耳响起 直升机又把十几名凶徒掀翻在地 唐小姐 我们捉到一个火口 这时 焰火把一个受伤的凶徒 提了过来喊道 他说有一个黑衣青年 对整个小镇发出了悬赏 不管男女老幼 只要动手对我们攻击 人人能拿一万美元 如果能够杀掉唐小姐你 将会赏金一个亿 现在整个小镇的凶徒 都想要唐小姐你的命 唐小姐 这个小镇两三千人 哪怕一半人动手 我们也难以扛住 我们还是早一点撤出这个小镇吧 焰火把情报告诉唐若雪 不然随时会陷入敌人的层层包围 悬赏我 唐若雪脸色一寒 全民皆兵要我的命 这岂不是说我来对了 看来幕后黑手真的躲在沙漠小镇 要对夏昆仑下手 哼 越想要把我赶出小镇 我就越不会离开 传令下去 把其余佣兵队伍给我调来 我灭了整个小镇 也要把幕后黑手挖出来 他一声令下 我还要看看 这幕后黑手跟宋红颜什么关系 第2882章 我就是夏昆仑 在唐若雪呼叫着支援的时候 长街正不断涌来敌人 烟尘滚滚破千人 他们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依托着各种掩体 不断向唐若雪等人逼近 看到这么多敌人杀过来 唐氏佣兵的脸色也变得惨重起来 如果援兵不能及时杀过来 他们今天就是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燕火也有点后悔 刚才为啥没有一掌打晕唐若雪撤离 以他们的实力和弹药 刚才趁着敌人没有合围 护着唐若雪杀出去 绰绰有余 现在固守 生机难测 倒是唐若雪保持着镇定 一边让燕火呼叫其余员兵 一边查看手机上的地图 他看着整个荒漠小镇的构造 推敲江燕子所说的黑衣人在哪里 他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把战导车挖出来 化解夏昆仑的危机 唐若雪刚才还第一时间 把自己的位置以及判断 发给了夏昆仑 他希望夏昆仑 能听从他的建议改日再战 只是夏昆仑一直没有回复 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打入了进来 唐若雪一看 来自叶凡 他眉头止不住一皱 但还是戴上耳塞接听 叶凡 有时说是 我在忙呢 没空瞎避避 叶凡没有跟他废话 声音干脆利落 我已经知道你在石油小镇了 也知道你陷入了敌人包围中 不过现在还有脱身的机会 三分钟后 红颜的人会引爆石油小镇的 唯一加油站 加油站一炸 小镇一定会受到波及和冲击 你到时趁着敌人脑袋昏沉 以及蒙笔空荡 马上带着卧龙和手底下的佣兵 从东南方向杀出去 那边的敌人比较薄弱 而且那里有一个停车场 可以给你们提供撤离的车子 叶凡声音很是清晰 不过你们速度要快 最多五分钟 敌人就会反应过来重新追杀你们 千里之外的叶凡一片好心 希望唐若雪能够躲过一劫 毕竟他也是为擂台一盏操心 只是唐若雪脸上却没有喜悦 声音一如既往淡漠 送红颜的人引爆加油站 坚硬我们突围 叶凡 你是把小镇的乌合之众看得太厉害了 还是把我唐若雪看得太轻了 今时今日的我是容易被欺负的人吗 我们还有二十多人 一个个以一抵百 但要也充足 收拾这几百上千的凶徒绰绰有余 而且我已经让其余佣兵队伍往这边赶赴 最多半个小时 他们就能抵达荒漠小镇两面夹击敌人 我有绝对的信心 最后的胜利属于我 还有 我来荒漠小镇不是打酱油的 而是要揪出幕后黑手瓦解擂台一战的危机 我现在还没有找出站岛位置拿下幕后黑手 我怎么可能两手空空挥溜溜回去 唐若雪反问一声 你这样劝告我回去 是不是担心我揪出幕后的人啊 叶凡文言微微一愣 担心你揪出幕后黑手 你这什么脑回路 真有幕后黑手捣乱给擂台一战营造危机 我巴不得把他拿下来千刀万剐呢 他皱起眉头 你话中有话 唐若雪文言不置可否一笑 呵呵 没有话中有话 你不担心我揪出黑手就好 对了 告诉你一声 我刚进入石油小镇 就遭受到战灭羊的攻击 他穿成钢铁侠一样 无比霸道 跟卧龙打了个不分上下 他补充一句 现在估计还在某个地方一决胜负 叶凡亚然失声 什么 战灭羊 没错 战灭羊 张友友的老公 当初在港城被黑衣青年抢走的人 唐若雪有意无意开口 更是我即将助力 唐夫人上尉的关键凶手 叶凡皱起了眉头 他还活着 Loda BV7 3 唐若雪语气完尾回应 是的 他还活着 不仅活得好好的 还非常强大 看来当初不是唐北璇抢走了他 而是另有人把他劫走 目的就是不想唐夫人上尉 以及挑拔我跟唐夫人的关系 同时重新打造战灭羊成为棋子 必要的时候对付我瓦解我行动 比如今天 战灭羊突然杀出 阻挡我解救夏昆仑擂台一战 这看似针对夏昆仑 其实也是针对我 因为夏昆仑上尉了 我也会成为他 最大的盟友 唐若雪意味深长补充一句 有人见不得我好啊 叶凡眯起了眼睛 唐若雪 别含沙摄影 你意思是红颜给你下绊子 你脑子能不能正常一点啊 送红颜一堆世界级别的事物要忙 哪有空吃饱 撑着针对你 唐夫人的上尉 你的上尉 对你们来说大过天 但在红颜眼里却微不足道 以红颜的实力和手段 哪需要挑拔你和唐夫人 你们两个捆起来 也不够他肆虐 还有 红颜要针对你 也不需要战灭羊 这样一个失心疯的棋子 你啊 小人之心 叶凡感慨一生 一直以来 不是红颜针对你 而是你针对红颜 面对叶凡的指责 唐若雪脸上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声音保持着清冷 我小人之心 也比你色迷心窍好一百倍 你不是看不出端倪 而是你不愿意面对事实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在石油小镇刚刚遭受袭击 宋红颜就能把情况告诉你 还能说炸掉加油站 给我突围机会 你不觉得他太无所不能了吗 战灭羊出现这里阻挡我 他安排的人手能够帮我 你就不觉得这太巧合了吗 唐若雪哼出一声 能够如此从容安排 只能说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叶凡轻轻摇头 唐若雪 你没救了 唐若雪不畏所动 战灭羊背后是不是送红颜 等我把他拿下 挖出幕后黑手就知道了 叶凡哭笑不得 红颜在石油小镇有人手 是因为他猜测 唐北璇跟铁木精一子而食 红颜推断 唐北璇会给擂台一战搞事 所以派出很多人手刺探情况 他很是坦诚 石油小镇也是其中之一 唐若雪呵呵笑道 他跟你说的 信不信由你 叶凡不再浪费口舌 你确定不珍惜这个突围机会 不需要 唐若雪落地有声 我可以应付小镇情况 我告诉你 如果真是唐北璇搞事 你今天所谓 一定让他起杀心 叶凡喝出一声 你不赶紧离开 他会恼羞成怒杀了你的 别说我不相信唐北璇 就算真的是他 我也相信他杀不了我 唐若雪想起下坤仑天神下凡一般的身影 嘴角勾起了一抹甜蜜弧度 我剩下一口气的时候 会有人踏着七彩云来救我的 他有着自己的幻想 叶凡怒笑 就个蛋啊 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城 唐若雪一正 什么意思 我就是下坤仑 叶凡喝道 下坤仑就是我 第二千八百八十三张 挡不住我唐若雪的 叶凡担心唐若雪傻乎乎 等下坤仑援手死在荒漠小镇 他就直接告知自己是下坤仑仑事 话音落下 耳边传来唐若雪震惊不已的声音 什么 你是下坤仑 你不是屠龙殿特使吗 你是下坤仑 岂不是说我前几次被你相救 唐若雪喊叫一声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叶凡呼出一口长气 屠龙殿特使是我 屠龙殿店主下坤仑也是我 你以前遭遇袭击被解救 也确实是我戴着下坤仑面具救你的 别说这样啊 你赶紧带着人撤出石油小镇 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城办事 没时间杀回去救你 你就是在石油小镇等一天 等到乱枪打死 夏坤仑也不可能踏着七彩祥云去救你 他警告一句 撤 赶紧撤 再不走 就没有机会了 唐若雪收回了震惊态势 声音轻冷 哼出一声 得了 叶凡 配合你演演戏 你就真把自己当夏坤仑了 夏坤仑不仅是煞国第一战神 还成名几十年 二十多岁的你怎么可能是夏坤仑 还戴着夏坤仑面具 你以前认识夏坤仑吗 就算认识 还被你伪造了面具 我认不出来 难道魏飞和铁木精他们也认不出来 我前几天还跟夏坤仑见面了 他还出手把我从林素依手里救下 他什么样子什么性子 我清楚得很 再说了 夏坤仑的堂堂正正大功无私 跟你唯利仕途肆意掠夺的作风 完全不一样 在我心里 十个你也不上夏坤仑一个指头 你让我很是失望啊 为了宋红颜 连自己是夏坤仑这样的谎都敢撒 唐若雪毫不客气揭穿着叶凡 我该说你夫妻情重呢 还是色迷心窍 叶凡气笑了 白痴 我真是夏坤仑 不幸的话 我发特定联络的邮件给你 邮件 唐若雪文言翘脸一变 随后对着叶凡哼出一声 夏店主把他跟我的专用联络邮箱当后事告诉你了 他这是下午擂台一战准备豁出命去了 叶凡 你看看 夏店主多人厚多善心 擂台一战 夏店主他们九死一生 可是他为了天下苍生却毫无畏惧 依然豁出性命一战 而且夏店主不仅不生气 你这个屠隆特使躲去都城 还心平气和给你交代后事和托姑 更是把我跟他的专用邮箱给你 想要你踩着他积攒的信任 让你把我追回去破井重圆 唐若雪发出一声感慨 夏店主 真是大功 大意啊 叶凡风中凌乱 唐若雪又冒出一句 还有 从你刚才自认夏昆仑仪一事判断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夏店主估计做了一张他的仿真面具交给你 如此一来 他如果战死了 你可以凭借面具稳住屠龙殿局势 也能更好地接触我 不然你哪有底气说你是夏昆仑 夏昆仑就是你呢 这夏昆仑 心怀天下 心怀屠龙殿 心怀身边每一个人 唯独没有考虑自己 唐若雪有着一丝痴怨 太傻了 太让人心疼了 也太让人敬佩了 叶凡差一点气的吐血 唐若雪 能不能不要脑补那么多啊 唐若雪回过神来 幽怨的翘脸 有着一股坚定 别说了 夏店主这样为我 我又岂能不为他做点事 擂台一战 我无法上场帮忙 但周边的危险 我可以替他化解 今天 不破解掉幕后黑手 对擂台一战的危机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谢谢你和宋红颜的好意了 我唐若雪 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说完之后 唐若雪就啪一声挂到了电话 接着他扭头对焰火 喝出一声 传令下去 就地固守居民楼三十分钟 不惜代价 给我拖到援兵道来 敌人想要重重包围 杀死我们 我们就给他们来一个中心开花 唐若雪流淌着强大信心 我们重演一遍历史上的 孟良故一战 露大BV7 3 焰火弱弱出生 唐小姐 我记得孟良故一战的将士 几乎全军覆没 唐若雪 翘脸一寒 闭嘴 去做事 让黑曼八 雄狮和大白沙 他们全力赶赴 焰火耸耸肩膀 拿起电话安排 砰砰砰 几乎在唐若雪 挂掉叶凡的电话五分钟 长街两侧和前方 就涌来了不少凶徒 有人开着皮卡车 有人骑着摩托车 还有人光着脚丫 只是身上都背着武器 几十股势力不断汇合 不断整合 接着就如蝗虫一样 靠近唐若雪 他们 武器五花八门 但架不住人多 一起射击 顿时打的门口车子 和居民楼轰轰作响 其中一个戴着贝雷帽的 落腮胡汉子 更是不断蛊惑武装分子冲锋 杀 杀了他们 杀一人 奖赏一百万 杀掉唐若雪 给一千万 他清楚石油小镇的凶徒本性 很直接地来个金钱诱惑 话音落下 几十个武装分子上前几步 扛着各种火箭筒和土炮 对着唐若雪 他们要轰击 佣兵队长焰火 二话不说 对着他们 就是砰砰砰射出了六枪 六枪落下 六艇火箭筒被打中 火箭弹当场炸开 顿时把几十号人掀翻 其余火箭弹也胡乱发射 不是打上天空 就是打在自己人 近百人横死 如不是被雷帽汉子 躲在大后方 还有盾牌和车子保护 他估计都被炸翻了 杀 杀 给我杀 看到焰火如此厉害 被雷帽汉子恼羞成怒 当下不再组织重武器冲锋 他直接调来三架推土机 冲向唐若雪他们居民楼 六百多名凶徒 跟在推土机后面冲锋射击 焰火他们先是按兵不动 任由敌人冲锋和射击 等待他们快要推到门口的时候 焰火才喝出一声 开火 二十多名唐石佣兵马上动作 先是几枚早就丢在街道尸体中的炸物爆炸 把推土机炸了一个四角朝天 接着就是枪口探出无情射击 砰砰砰 枪声不断地响起 枪响之后 近百名武装分子惨叫着倒地 不少抓着枪械的敌人 连瞄准的机会都没有 就脑袋开花栽倒在地 杀掉近百名敌人后 焰火他们迅速变换位置 在后面敌人下意识 把子弹倾泻在原来位置时 焰火带着佣兵又相续从其余掩体冒出 子弹精准打在敌人身躯 又是几十人惨叫倒地 二十多名唐石佣兵间不停歇开枪 扑过来的敌人 三五成群倒下 没中弹的人匆匆忙忙趴下 胡乱开枪 好几个蛮横敌人悲愤同伴横死 掏出位数不多的炸雷想要丢进去 只是他们刚刚掏出来 就被焰火他们打中额头 接着炸雷就地炸开 十几名敌人血肉横飞 一群废物 在敌人受到重创不得不后退整顿时 唐若雪正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他一边品尝 一边看着激战 毛子没有太多波澜 这些乌合之众 还不值得他出手 他要的是跟幕后黑手较量 宋红颜 他们挡不住我的 第二千八百八十四张 看看你是不是唐北璇 只是唐若雪他们虽然轻松 碾碎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但他们却根本高兴不起来 因为敌人很快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在这里 钱才是王道 人命根本不值钱 很快 六辆油罐车呼啸着从长街冲过来 气势如红撞向唐若雪他们 唐若雪脸色一变 随后打出一个手势 开枪 开枪 打爆油罐车 随着他的指令发出 唐氏佣兵忙扣动扳机 砰砰砰声响中 无数子弹向油罐车密集地轰去 但敌人这一次精心准备过 子弹根本打不穿油罐的厚铁皮 留下一些凹印后就四处弹开 楼上的唐氏狙击手也射出不少子弹 射烂了挡风玻璃射穿了前方车头 唯独那罐子无法射穿 唐若雪有点诧异这铁皮之后 更纳闷对方怎么弄爆如此严实 罐子中的汽油 但他很快就知道答案 数名凶徒在远处把玩着一个遥控器 显然罐子里面装有引爆器 唐若雪还发现 被雷冒汉子一边指挥油罐车冲锋 一边按着耳塞描向附近一处明居天台 天台在长街中间的一处巷子 唐若雪捕捉到一些东西 但很快收敛心神对付油罐车 看到弹头打不穿油罐车 唐若雪就怒吼一声 轰它 焰火和唐氏佣兵他们扛出火箭弹 对着油罐车轰击 几枚火箭弹轰出去 只听前面几辆油罐车一声巨响 被炸了得抵朝天 只是油罐没有发生爆炸 倒在地上裂开 俨然是哗啦啦的水 在唐氏佣兵他们微微一震的时候 最后一辆油罐车猛地加速冲了过来 唐若雪脸色在变鹤道 轰了它 几乎是话音落下 油罐车再度加速 转眼冲到二十多米外 接着猛地一甩 油罐从车上脱落甩飞出去 速度极快撞向唐若雪他们大门 部署在前方坐障碍物的几辆吉普车 砰砰砰地被撞开 焰火喝出一声 危险 趴下 同时 它轰出了火箭弹 轰 一声巨响 油罐车炸开 车头和油罐被炸得冲天而起 重新跌落在地时 已是智力破碎 无数火焰也喷射了出来 不仅整个长街的敌人趴在地上 焰火和唐氏拥兵也都窜入角落躲避 冲击波震碎了门窗 震碎了车窗 碎片也如雨水一样倾泻 打得四周面目全非 两名躲避不及的唐氏拥兵 还被翻滚的车子撞中喷出一口血 每个人都被这爆炸弄得头脑懵懂 意识之间没有任何反应 唐若雪也倒在沙发上 手里的咖啡撒了一地 杀 杀 给我杀 这时 贝雷冒汉子一按耳机 挥舞着短枪对手下吼叫 几百名清醒过来的武装分子摇摇脑袋 接着拿起武器向唐若雪他们扑过来 冲锋途中 他们还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无数弹头倾泻 同时又是两门土炮当当砸向居民楼 密集枪声和爆炸中 八名唐氏拥兵被撂翻 身上燃血倒在地上 混蛋 欺人太甚 就在其余唐氏拥兵躲在掩体后面时 唐若雪直接踢开侧门冲了出去 他穿着防弹衣 手里拿着双枪 背后也挂着狙击长枪 战灭羊和这些凶徒这样截杀他们 摆明就是不给他们锁定战导的机会 想到下昆仑擂台一战有危险 唐若雪就顾不得自己安危 也失去慢慢固守的计划 他全副武装杀了出来 他双手持枪 把子弹尽情网冲来的敌人身上招呼 六名来不及躲闪的武装分子瞬间中弹 胸膛在微弱的火光中剑出血迹 随后不甘心地盘旋倒地 砰砰砰 唐若雪根本没有惧怕对方人多势众 保持着大杀四方的飘悍气质 双枪射翻六人之后 他没有停歇 也没有躲闪 而是以无畏之势向前冲击 他的扳机连连扣动 八名武装分子连枪口都还没有对准 就被唐若雪射出的弹头撂翻 现场顷刻血腥弥漫 唐小姐 回来 回来 焰火见状脸色一变 对着唐若雪连连喝叫 只是唐若雪没有理会 抓着双枪往前冲锋 焰火脸上有着无奈 随后也拿起武器喝倒 保护唐小姐 谁都可以死 唐若雪不能死 不然尾款就收不到了 他带着人跟着唐若雪冲锋出去 砰砰砰 LodaBV7 3 这种近距离混战 很容易重创敌人 也很容易让自己受伤 当唐若雪又枪杀掉四人时 残存的敌人也疯狂反击 一颗子弹呼啸着擦过唐若雪的肩膀 一股鲜血瞬间蹦射 但他只是微微侧偏 随后反手一枪 避掉开枪的敌人 接着他很直接地带着人往前冲锋 没有躲闪没有隐蔽 就这样直挺挺攻击 看起来就是一种自杀式的冲锋 正当敌人以为唐若雪已经封了时 却发现事态刚好跟想象相反 唐若雪所过之处都是生命收割 所有来不及躲闪的敌人都被干掉 唐若雪手里的枪又快又准 压得敌人根本无法抬头 再加上焰火他们发疯一样保护 让唐若雪像是战神一样无可匹敌 砰 一名挡在唐若雪面前的黑衣精锐 还没来得及从地上爬起来 就被他一枪轰中背心 一时间没死 在那里张着嘴 发出啊啊声 手脚抖动 生命光芒正从他的眼中剥离 而唐若雪一脸从容地从他身边走过 继续把子弹射向其余人 虽然有几个敌人能够及时做出反应 开枪打向了唐若雪 还有几颗弹头打在防弹衣 但他却依然没有倒下和退缩 甚至连痛户都没有 脸虽然因疼痛而扭曲变形了 却始终摆出一副战斗的架势 把活着的庶民对手击毙 这种直面生死的肉搏 最是能考验一个人的勇气 有丝毫的怯弱和犹豫 都有可能万劫不复 很快 冲在最前面的一百多名敌人 全部被唐若雪他们撂翻在地 或死或伤 至高点的敌人也尽数被焰火他们射杀 与此同时 远处的加油站也是一声巨响 炸了个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冲锋的武装分子 看到唐若雪他们如此凶猛 又听到后面加油站爆炸 心神狂跳 他们担心唐若雪的援兵杀到两面夹击 当下大批敌人下意识慌乱撤了回去 贝雷帽汉子健壮也眼皮直跳 带着一众手下后撤了几十米 担心被唐若雪反包围 显然他也认为唐若雪援兵到了 不然唐若雪怎么敢反冲锋呢 他一边喝酒手下稳住防线 一边派人去刺探情况 唐若雪趁机带着火焰他们冲锋 消灭半条长街的残敌 只是在经过长街中间一条巷子的时候 唐若雪对着焰火和唐氏佣兵喝出一声 就地固守挡住敌人 接着他手里的枪突然偏转方向 他对着巷子旁边移出居民楼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一连串的密集枪声中 一个身穿黑衣的面具青年窜了出来 唐若雪 你真是一个白痴 他的眼里露出一线光芒 接着月身而起 掏出一枪对着唐若雪射去 唐若雪似乎感觉到对手的凶悍 做出冲锋以来的首次躲闪 身子一扭 瞬间摔在地面 随后他双脚敏捷一挫 像是灵猫一样滚出好机敏 敌人弹头打在原地 唐若雪眼皮子都没抬 反手一枪 打向了天台上的面具青年 面具青年晃动了几下 避开射来的弹头 接着又对着唐若雪方向精准点射 唐若雪像是老鼠一样连连挪动 远离刚才跃入的地方 躲在一根柱子后面 几颗子弹从他身边嗖嗖地飞了过去 打在地上轰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坑 唐若雪想要开枪反击 却发现两把短枪打光了子弹 于是猛地向半空一丢 同时他取下背后的长枪 砰砰 面具青年轰出两枪后也丢掉空枪 随后对着唐若雪淡淡 空枪没子弹了吗 唐若雪冷冷回应 没了 面具青年又抛出一具 手里还有一把狙击枪 唐若雪依然冷漠 没错 这里就我们两个 面具青年忽然抛出一个挑战 你不逃 你也不要跑 咱们比一场如何 我死了 擂台一战的危机自然化解 你死了 也算是让我出一口恶气 你手里佣兵强大 但荒漠凶徒人多是重 双方死磕 没有半天结束不了 与其等待你的佣兵解决荒漠凶徒瓦解危机 不如跟我拼杀一场来得痛快有效 他反问一声 如何 唐若雪沉默一会随后淡淡出声 好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只有一个人能离开这里 我一定要看看 你究竟是唐北璇 还是送红颜的人 第二千八百八十五张上档了 So 在唐若雪花音落下后 面具青年也拿出了一把狙击枪 他的眼里闪烁着一抹炽热光芒 似乎他很是享受这种跟人生死决战的对赌 在面具青年拿到狙击枪的时候 唐若雪抬起头跟他对视了一眼 面具青年一脚踢起一个啤酒瓶 酒瓶搜一声向天空飞射出去 也就在这空档 唐若雪和面具青年同时身子一纵 像是利剑一样窜了出去 他们背对着向相反方向跑出去 在巷子的低矮围墙和破败房屋中跳跃 很快 两人就拉开了五十米的距离 在玻璃酒瓶落地喷一声碎裂的时候 唐若雪和面具青年连坐了几个闪避动作 接着身子一纵 他们宛如鳞猫一样躲在掩体后面 两个人的速度并驾齐驱 不相伯仲 接流力道让人心里震惊 如同行云流水 彼此的战斗素质通过这短暂的奔跑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有心人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相比唐若雪的全力以赴 面具青年更多是从容不迫 他只是拿出枪法这一块跟唐若雪较量 短暂的奔跑和躲避后 两个人就像在空间里消失了一般 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接下来的是坟场一般的寂静 两名顶尖高手的对决 比的就是耐心 可是唐若雪现在却少了平时的耐心 他惦记着夏昆仑的安全 他想要早点弄死面具青年 挖出威胁擂台驿站的战斗 一旦拖久了 重则夏昆仑出事 轻则敌人转移战斗 唐若雪心里闪现着这个念头 随后掏出一部手机 按下一个紧急求救和定位讯息 他要各大拥兵队长和卧龙他们赶紧护驾 以及执行他们曾经协商过的猎杀投狼计划 就算他要死 他也要抱着面具青年一起死 无论如何 唐若雪都要护住夏昆仑 发出求救讯息后 唐若雪就开始慢慢地搜索目标 不过一直没有感受到敌人的动静 唐若雪拿出一个化妆镜子 把他卡在枪机上向旁边探出去 他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观察外面的情况 再连续观察了90度视野之后 除了安静还是一无所有 面具青年像是凭空消失一样 找不到半点影子 扑 就在唐若雪要观察到120度时 掩体传来了一阵被子弹击中的震颤 随后一记枪声的清明才传了过来 唐若雪嘴角牵动不已 看来面具青年先找到自己了 还按捺不住开枪了 将近30厘米厚的水泥混凝土墙壁 被这子弹打得一阵震颤 却毫发无伤 唐若雪不甘示弱 抓住面具青年刚射完子弹的空隙 就着子弹传来的方向反手轰出一枪 枪声响起 远处传来一记石头碎裂声 但没有他要的惨叫 唐若雪射出一枪后就躲回掩体 还变换位置来躲避对手反击 扑 这时面具青年又抓住这个机会 探出枪管来又朝唐若雪射出了一颗子弹 刚感受到掩体传来的震颤 唐若雪就翻滚出去 接着也来一个抬枪反击 两个人你来我往 在这近百米之间打成了拉锯战 一枪又一枪 很有规律 也很沉闷 打出八枪后 唐若雪眼里闪过一抹戏谑 接着从掏出一把红色弹头塞进去 噗 又一次感到了墙体传来的震动 唐若雪猛地翻身而起 半跪在掩体后面 他手里的枪管死死地瞄着前方 稳如泰山却没有扣动扳机 与此同时 唐若雪红唇一压 扑 露的BV7 3 沉闷刺耳 宛如枪击 面具青年以为唐若雪开了枪 下意识起身要射击 只是刚刚翻滚出来 他就见到前方唐若雪一人一枪 守株带兔 面具青年目光一寒 似乎没想到唐若雪如此狡猾 他来不及半点思虑更没有时间躲回掩体 生死本能让他直接丢掉长枪后仰出去 他速度极快 几乎一个照面就躲回了掩体 只是没有等他翻滚出去 唐若雪已经扣动了扳机 一颗红色子弹射置 轰 红色子弹打在掩体上 不再是沉闷声响 而是一记惊天动地的爆炸 一声巨响中 围墙被炸开 火光冲天 碎片横飞 巨大冲击波还让面具青年滚出了好几米 面具青年喝出一声 唐若雪 你太无耻了 扑扑扑 唐若雪根本没有理会对方的控诉 端着长枪从围墙后面窜出 他一边向面具青年方向冲锋 一边扣动着扳机 一颗颗红色弹头打向了面具青年 弹头打过去不断爆炸 堪比一颗颗炸雷 杀伤力比狙击弹头大了十倍 面具青年不断翻滚 不断躲闪 但始终被唐若雪的枪口锁住 浓烟中 一颗红色弹头打在面具青年旁边 顿时轰的一声炸他一堵墙 面具青年也被冲击波掀翻倒在地上 杀 趁着这一个机会 唐若雪没有给面具青年喘息机会 他端着长枪像是猎豹一样扑向面具青年 期间还不断射击 子弹一颗跟着一颗射出 虽然有间断 但依然给人连续射击态势 打得面具青年身前身后的掩体不断炸开 灰尘弥漫 碎片横飞 又是一声巨响爆炸中 面具青年又被掀翻了出去 随着十几枪的轰出 唐若雪很快拉近自己跟面具青年藏身处的距离 他的轰击也让面具青年连受重创 其中一枪还打中了面具青年的后背 让他在爆炸中又跌出机敏 随后 面具青年倒在掩体后面一动不动 唐若雪无法判断刚才那一枪 有没有给面具青年造成致命伤害 所以没有丝毫大意轰击子弹掩护 一阵点射后 面具青年的掩体面目全非一堆粉末 近了 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砰 当掩体被一枪轰碎时 唐若雪视野不断清晰 唐若雪不仅能够见到被子弹射出的鲜血 还能见到面具青年丢在地上的长枪 再冲出几步 唐若雪好像也能够看到 掩体中那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 正是跟自己对抗的面具男子 五官朝下 两侧是血 宛如昏迷 总算完蛋了 唐若雪护出了一口胸中的压抑之气 气流畅通地通过喉管涂在了空中 没有出一点声音 看着视野中的面具青年 唐若雪丢掉打光弹头的长枪 反手拔出了一把匕首 无论对方是死是昏迷 唐若雪都会补上这一刀 他左手猛地去按面具青年的后脑勺 右手的匕首则划出一道弧线 他朝着对方的后背狠狠刺了过去 但就要触碰到对方时 面具青年突然一笑 身子随之移动 他像是狸猫一样翻身还甩出了一剑 第2886章一闪而逝 不好 上当了 唐若雪翘脸巨变 躲闪不及 只来得及一侧上身 左肩扑一声绽放血花 在唐若雪闷哼一声 蹬蹬蹬后退时 面具青年又一脚扫在唐若雪的腰侧 砰 一声巨响唐若雪翘脸一白 整个人跌飞出七八米 口鼻喷血 唐若雪 你真是白痴 面具青年淡漠出生 本来想要跟你好好较量一下枪法 我想要看看神州第一枪的唐三国女儿 是不是跟她年轻时候一样枪法无双 同时 给你一个尊重又体面的方式死去 可惜 你不中用啊 跟我玩心眼 你玩得起吗 真要杀你 我一根手指头就足够了 面具青年看着唐若雪冷笑一声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唐若雪倒在地上 咬着牙挤出一句 你认识我 认识我爹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快要被你气死的人 面具青年喝出一声 随后猛的一窜 右腿向前一踹 唐若雪见状下意识要双手搁挡 只是已经来不及 砰的一声 唐若雪腹部被踹中 再度重重跌飞出去 还没有倒地 她又喷出一大口鲜血 被我气死的人 唐若雪一边忍着疼痛 一边对面具青年喝道 你是宋红颜的人 面具青年鸡巢一声 没错 我是宋红颜的人 我来弄死你 让宋红颜更好的上位 她与其比一 如不是你一直瞎捣乱 唐门内斗早已经结束 果然如此 唐若雪吐出一口血水 眼神有着坚毅 果然是宋红颜安排的人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你们来石油小镇 用战斗轰杀烟门关擂台 目的就是轰死夏昆仑 让屠龙殿群龙无首 如此一来 屠龙殿特使叶凡 就能轻松上位 执掌屠龙殿乃至下国了 这宋红颜为了叶凡 走得更远更高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这也怪不得叶凡 为什么急匆匆 要我撤出石油小镇 原来是真怕我查出真相 损害了他们利益和名誉 叶凡 不管你知情不知情 你都太让我失望了 唐若雪一天嘴唇 感慨一声 色迷心窍 历令致婚 面具青年冷笑出生 你知道的太多了 也太迟了 你本来是一把利剑 可惜你这把利剑太脑残了 砍对手砍敌人 也砍自己人 今天不把你弄死 迟早会给我捅一件要害 面具青年抓起一把刀 望向了唐若雪 还有遗言吗 我确实记不如你 唐若雪呼出一口长气 但你想要我死 没那么容易 说完之后 唐若雪吹出一声口哨 嗖嗖嗖 几乎是他口哨刚刚落下 四周就闪出了七道人影 他们身高不一 胖瘦不一 但身上都绽放着很利杀意 他们不仅第一时间 把面具青年和唐若雪隔开 还十分默契堵住了 面具青年的退路 没有人说话 但杀意却不断凝聚 看到这些人同时出现 还包围自己 面具青年 毛子微微眯起 蹦射一抹寒意 黑曼巴 雄狮 大白沙 狼巨人 红战斧 LodaBV7 3 毒蜘蛛 黑博士 世界十大拥兵队长 除了焰火几个对抗凶徒 全都出现来对付我了 唐若雪 你这是小孩子玩不起 就扬沙子啊 我还以为 你会一诺千金 跟我一对一决战到死 没想到 你用爆炸弹头攻击我不算 还偷偷召唤 七大拥兵队长来伏击我 看来你真是唐三国的好女儿 嘴上义正词言 暗地里却卑鄙无耻 面具青年扫尸四周一眼冷笑 我现在有点后悔 为什么要跟你一时枪法 唐若雪脸上没有半点惭愧 反而露出一丝比意 我唐若雪做人做事 当然一诺千金 但那是对值得我尊重和欣赏的人 对于你这种居心叵测 装神弄鬼之徒 我跟你讲人意道德 岂不脑子有病 换成以前 我或许还会傻乎乎 被你被你主子忽悠 但经历宋红颜这么多次的算计 我早已不会迂腐固执的不知变通 为了擂台一战的公平 为了万千子民的安危 也为了两国的友谊不破裂 我背负初而反而骂名又算什么 再说了 你说的枪战对决 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你的身手剩我十倍 我跟你狙击对决就不在一个起跑线 所以我用点特殊弹头理所当然 行了 废话不要多说了 你现在要么束手就腹 摘掉面具交代一切 要么被我拿下慢慢折磨 把你们连根拔起 唐若雪一抹嘴角的鲜血喝道 给你三分钟考虑 黑曼巴复合一声 你也不要想着凶徒来救你了 我们已经全部汇合了过来 两百多名佣兵在焰火三人带领之下 不仅打穿了凶徒防线 还把他们灭得七七八八 你掺和在里面的十几个高手 现在也被截住 他声音很是阴森 不会有任何人来救你们的 黑博士又刺激一句 你藏匿在石油矿井中的队伍 也被锁定了 很快就会遭受到佣兵攻击 面具青年文言彻底冷了眸子 唐若雪 你还真是让我意外啊 能让这些佣兵如此卖命 钱到位 人到位 心也就到位 唐若雪一副傲娇的态势 就如我跟叶凡所说 我早已不是当初的 任人欺负的唐若雪了 面具青年扫视着黑曼巴他们开口 你们是世界顶尖佣兵 很强大 但依然不是我对手 围攻我 你们也怕是要死光 他声音一沉 你们确定要跟我为敌 黑曼巴耸耸肩膀 回应着面具青年 对不起 唐小姐给的实在太多了 一年的钱 顶我们十年了 而且对我们来说 执行一次SSS任务 活下来的概率 远比执行一百次 SS任务活下来的概率要高 围攻你 我们可能会死 但万一活下来呢 那可是一辈子的富贵 黑曼巴声音阴森 富贵险中求 唐若雪适时丢出一句 不管投降还是死磕 把他拿下 我给你们一百亿 这一番话 顿时让黑曼巴和狼巨人 他们眼睛发亮 呼吸都无形中急促起来 面具男子多厉害 他们还不清楚 但一百亿 却是一笔诱惑巨大的真金白银 面具青年声音一沉 唐若雪 你哪来这么多钱 当然是我赚的 唐若雪喝出一声 还有十秒钟 将还是站 面具青年淡淡出声 当然是杀光你们了 唐若雪翘脸一沉 动手 嗖嗖嗖 话音一落 黑曼巴 狼巨人 雄狮他们身子也抱射了出去 七个人几乎是完全同样的速度 完全同样的力量 七个人就像是七颗尖锐的弹头 在同一刹那中射向面具青年 生死一战 混战中 唐若雪向后退出了几步 重新捡起了狙击枪 他神情犹豫了一下 摸出一颗黑色弹头填充进去 今天 他和面具青年总是要死一个的 同一时刻 远在龙都的陈元元 和都城的叶凡 几乎同时看到天际 划过一颗流星 一闪而逝 第2887章一起上 在唐若雪给长枪 塞入黑色弹头 退到角落的时候 黑曼巴他们正冲到面具青年面前 面具青年没有半点慌乱 身子晃动两下 瞬间在雄狮他们中间 移行换位 雄狮他们攻击全部落空 面具青年没有停滞 脚步一挪 站在黑曼巴的面前 黑曼巴脸色巨变 嗅到危险的他右手一抖 一把匕首闪出 对着面具青年就是一次 杀 气势如红 呼啸大作 雄狮他们也从背后一起攻击 雕虫小技 面对着杀衣盎然的一刀 面具青年冷笑一声 再度避开雄狮他们的背后攻击 接着他不退反镜 身子如同离弦之剑一样 射向了攻来的黑曼巴 他还没有任何花俏地抓出一手 手掌单薄 戴着薄如缠衣的手套 轻飘飘一抓 却带着一股锋利 当面具青年的手 还没到黑曼巴面前 黑曼巴的脸上 就感受到凌厉的刺痛 他粗糙的皮肤上面 竟被撕裂出一道道细微的伤口 不可能 黑曼巴内心止不住惊惧 这一手太快 太猛 太强大了 他想要暴退碧其风锐 却发现已经来不及 啪的一声 面具青年的手抓住了匕首 手掌和匕首碰撞的光芒 像炮烛一样沉闷炸开 接着哐当一声 匕首被面具青年抓断 接着变成一堆粉末落地 面具青年画掌未全 气势不减 打向了黑曼巴心口 黑曼巴脸色俱变 双手交叉 想要阻挡对方攻击 四 只是对方攻击无可抵挡 拳头轻而易举打穿他的阻挡 二 黑曼巴惊呼一声 愤怒的双眸中 瞬间被恐惧弥漫 面具青年这一拳太猛了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远远胜于他黑曼巴 黑曼巴这时候才明白 面具青年实力远胜于自己 洞察到这一个惊人发现 黑曼巴就疯狂暴退 嗖 只是黑曼巴够快 面具青年更快 劫如奔马 转瞬极致 拳头如影随形 转眼间 拳头便像是利剑一样 发出尖锐的呼啸 拳力轰出 黑曼巴的头发 被静风锁吹 乱草般卷起 他拼尽拳力 想要再度后退 拳头却已经打在了他的心脏 砰的一声 拳头绽放 黑曼巴身躯一颤 接着口鼻蹦射鲜血 整个人随之重重跌飞出去 接着面具青年缩地成寸 一脚踩下 咔嚓一声 黑曼巴咽喉断裂 死不瞑目 黑曼巴 混蛋 看到黑曼巴横死 交好的熊狮和狼巨人 他们暴怒无比 接着就齐齐动作 脚步一挪 下一瞬间 整个人就消失在原地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面具青年一拳就轰杀了黑曼巴 这让他们既惊又怒 两人身影掠过之处 狂风呼啸 刺耳的破空声炸裂开来 熊狮和狼巨人的速度 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残影 一眨眼 熊狮和狼巨人 就已经冲到面具青年的面前 面对杀意凌厉的两名劲敌 面具青年的神情依旧很平静 甚至还带着隐隐的不屑 两个人太少了 面具青年冷笑一声 我觉得 你们还是六个上吧 说话之间 他双手一抬 直接轰向冲来的狼巨人和熊狮 漏大DV7 3 呼 熊狮和狼巨人的双眼瞬间瞪大 面具青年这一拳看似简单 实则暗藏极为恐怖的汹涌力量 他们的头皮瞬间炸了开来 只有在面对极为危险的时刻 两人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杀 熊狮和狼巨人齐齐喝出一声 随后双掌疯挡面具青年的一拳 砰 拳掌狠狠碰撞 声音刺耳 熊狮和狼巨人两人身躯一阵 同时向后面跌飞出去 掌心疼痛 面具青年也向后滑出三四米 双脚把草地拖出两道身痕 十大佣兵 不外如此 面具青年缓缓收回双拳 站在原地扫视着六人 他的眼中充满着自信和狂妄 狼巨人 熊狮 你们没事吧 毒蜘蛛 红战斧 大白沙和黑博士靠近了过来 他们守护熊狮和狼巨人 不给面具青年偷袭的机会 熊狮和狼巨人低头扫视掌心 发现一个红色拳印 掌骨差一点断了 两人神情终于有了凝重 面具青年的强大超乎他们的想象 难怪黑曼巴会被他一拳轰杀 熊狮 狼巨人 如果你们就这点本事的话 那你们就太让我失望了 面具青年双手背负 不可一世 一起上吧 看到太是俱傲的面具青年 唐若雪的脸上有着一丝凝重 此刻 他终于知道面具青年 为何能够如此自傲啊 原来他并不是故弄玄虚 更不是不知死活 而是他真有实力 藐视熊狮五人 这家伙估计是宋红颜 从唐门藏金阁借出来的 只有唐人徒手底下 才会有这种强人 唐若雪感觉到一丝棘手 只是事已至此 双方只能死磕到底了 唐若雪努力平复自己情绪 握着长枪 等待何时机会一击 小子 怪不得如此猖狂 原来有两下子啊 狼巨人狠狠一甩手臂 那股麻痹感才顿时消失 目光阴沉地看着面具青年 其余人也都少了初始的蔑视 觉得面具青年 挡不过他们联手攻击 现在一看 对方确实有叫嚣本钱 面具青年淡漠开口 我一向有两下子 倒是你们不行 狼巨人文言怒笑不已 夸你一句就上天了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杀意凌厉 接着他对黑博士他们 喝出一声 别留守 一起上 明白 上 熊狮他们喷出一口热气 虽然他的表情很凝重 但是眼中却是露出一股兴奋 能和如此高手战斗 最后还能打死他 这彻底激发熊狮等人的内心战役 刷刷 狼巨人的身形快如闪电 也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下一刻就跃出数米外 直扑不远处的面具青年 独蜘蛛和黑博士也不再迟疑 双脚横踩地面 踩出一个深坑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样弹射出去 熊狮虽然慢了两人一步 但是眨眼间就超过了狼巨人和黑博士的身影 率先攻向面具青年 大白鲨和红战斧也同时出手 六人之间的配合默契 甚至连眼神都不用交流 两左两右两重 宛如六只骑头并进的下山猛虎 咆哮间张开血淋淋的大口 第二千八百八十八章到了极限 熊狮抓出了锋利的指尖 毒蜘蛛喷出了麻醉的毒液 黑博士发射了激光 狼巨人打出了八百磅的拳头 红战斧一抚雷霆万军 大白鲨也是释放出几十道缠绕手脚的钢丝 为钱 为荣誉 为死去的黑曼巴 也为胜利一战 砰砰砰 面对六大拥兵队长的攻击 面具青年没有退缩 反而大喊一声 来得好 他一硬碰硬 挡开了熊师的一转 接着他又敏捷避开黑博士的激光 还对着他胸膛就是一拳 黑博士不得不出手疯挡 砰的一声 在黑博士被他打得登登登后退时 面具青年也滑了出去 他不仅避开了毒液 还请客到了毒蜘蛛身前 面具青年对着他一撞 把毒蜘蛛撞出了五六米 接着他身子一翻 躲开几十道突袭过来的锋利钢丝 他还探出一脚 用鞋子一点其中一道钢丝 钢丝向红战斧反射回去 劈来斧头不得不回防 一斧斩钢丝 面具青年从容化解敌人联手一击 再来 意识到面具青年的强大 雄狮全力以赴 双手紧握成拳头 砰砰砰轰出 只是他拳头虽然又快又猛 每一道力气都有几百斤 但面具青年的反应和速度 显然更胜一筹 他从容不迫以避开雄狮的攻击 呼 当雄狮又一拳落空时 面具青年身子一攻 脚尖一抬 雄狮呼吸一致 似乎没想到对方突然出脚 他原本进攻的身体猛低一顿 然后瞬间往后一仰 同一时刻 面具青年的脚尖 直接从他的脸上掠过 留下一道刺痛的血口 就在雄狮躲过 面具青年的杀招时 面具青年的嘴角突然一敲 他原本点出的脚尖 猛地往侧边一扫 偷袭过来的大白沙 双眼猛地瞪大 怎么都没想到 面具青年能感受到他攻击 可惜已经来不及让他反应 只能双手叠加硬生生吃了 面具青年一记中脚 砰 一口鲜血喷出 强忍着剧痛 大白沙双腿用力一蹬 这才躲过 面具青年随后攻击 砰 不过黑博士也趁机射出一道激光 打中面具青年的肩胛 面具青年的脸色瞬间多了一抹红润 只是面具青年也没给他好过 一个白腿 狠狠命中黑博士的腹部 让他跌飞四五米 So 面具青年没有放过机会 双脚狠狠踩他地面 那一片地面直接化为粉末 动如奔弓 发如炸雷 面具青年的气势瞬间暴涨 他脚步一挪 整个人如同一头山林虎王 冲向了黑博士 沙 黑博士健壮怒吼一声 双拳握成阴肘 猛地朝着面具青年两侧内部抓来 幼稚 感受到内部几乎要把自己衣服撕裂的杀气 面具青年嘴角勾起一抹吸血 他右腿骤然抬起 他膝盖的速度竟然快过了黑博士双手的速度 在对方刚要触碰到自己内部时 他狠狠撞在黑博士小腹上 砰 黑博士脸色瞬间冲血涨红 挺拔身躯跟炮弹一般直接倒飞出去 狠狠砸在一棵树木上 咔嚓 一声脆响 碗口粗的树木断裂 黑博士眼神一痛 背部剧痛不已 随后又见面具青年撞击过来 素如流星 不可遏制 黑博士的脸瞬间惨白 不 轰 漏大 BV7 3 还没稳住身子的黑博士 双手刚刚防御 面具青年就撞了过来 气浪翻滚 脚下地板顷刻间粉碎一大片 这一撞击 黑博士直挺挺地摔出十几米 砰的一声撞入墙壁喷出鲜血 嗯 相入墙壁的黑博士 感觉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已经异味 剧烈的疼痛使得他脸部表情开始扭曲 面具青年也一柔剧痛不已的肩膀 撞击力量反弹大半 他半个身子宛如散架 嗖嗖 就在这时 十几道寒光闪过 十二道钢丝 一把斧头和一把长刀突兀出现在面具青年的面前 毒蜘蛛 红战斧和大白鲨他们同时杀到 气势惊人 面具青年没有丝毫犹豫 身体炮带一样倒退 呼 十几道寒光刺眼闪过 空气仿若被切开无数片 面具青年若是反应再慢一点 恐怕身躯已经断成一堆碎肉 尽管躲开毒蜘蛛他们的联手细杀 面具青年的动作还是稍显狼狈 他在地上翻滚了几个跟头才稳住 被激光洞穿的伤口也哗啦啦流血 熊士和大白鲨等人内心也是懊悔不已 刚才若是动作再快一点 面具青年此刻八成十一具尸体 他已经受伤了 快要撑不住了 上 一起啊上 熊士和大白鲨再次出手 身体掠过处刮起一阵呼啸进风 脚底地面整片毁损 狼巨人 黑博士 毒蜘蛛和红战斧 他们也忍着伤痛攻击 面具青年脸上没有凝重 从地上抓起一刀 迎战而上 从容不迫应对六人 当当当 一连串的沉闷撞击声 伴随着七道快速闪动的身影 请客间就让原地面目全非 三根电线柱子断裂 门窗碎裂 墙壁也坍塌了四五处 地面更是踩成豆腐渣一样 只是尽管战斗十分剧烈 面具青年也被围攻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从容 双方身法越来越快 武器挥动也越来越凌厉 很快 场上就只见一片灰尘果成的旋风 辨认不出七个人的身影 更看不出谁占据上风 激烈的厮杀 还有兵器的撞击 让人心脏无形之中攒紧 风 破 当 三分钟后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炸起 七人各自向后分开 半空还飘飞着血雾 迷眼的灰尘落下后 现场呈现了出来 黑博士伸手一触 大白沙咽喉见血 熊师心脏爆裂 红战斧断成两截 毒蜘蛛也是脖子扭断 狼巨人胸膛也刺着一截断刀 面具青年站在他们中间 护甲已经碎裂 当当当落地 全身有十几道狭长的血口 腹部和背部还有三个洞穿的血洞 两刀钢丝伸入他的小腿 粗重的呼吸在空地中很是清晰 面具青年俨然也是重疮 还到了极限 看着地上狼巨人他们的尸体 面具青年很是蔑视地咳嗽一声 跟我作对 只有死 噗 话音还没落下 一记惊天动地的枪声突然炸起 面具青年背部一痛 直挺挺向前摔了出去 口鼻喷血 第2889章揭开面具了 面具青年倒地的时候 脑海第一感觉 就是想起了亮剑中的为和尚横死 阴沟里翻船 随后他才记起一直没有动静 也被自己蔑视的唐若雪 毫无疑问 这毫无征兆的一枪 就是唐若雪趁虚而入射出来的 面具青年很是懊悔自己轻敌大意 更是后悔没有第一时间杀掉唐若雪 如果第一照面就把唐若雪干掉 而不是猫捉老鼠 自己就不会中这一枪 随后 面具青年一咬嘴唇 让疼痛刺激神经 接着他竭尽全力想侧边翻滚出去 想要捡起不远处的一枪 背后一枪 虽然打中了他 但被护甲挡了一下 让他还能残留生机 他要反击 他不能死 只是不等他翻滚 卡在背部的黑色弹头 像是电击一样暴闪 噼里啪啦中 面具青年后背泛起一片蓝光 肌肤和经脉全都刺痛不已 他凝聚的力气也瞬间消散 口鼻喷血 全身僵硬 再也动弹不得 面具青年扑通一声又倒回了地上 砰砰砰 没有半点停歇 端着枪出来的唐若雪连开出五枪 四枪毫不留情打断面具青年的手脚 接着一枪打在面具青年的背部 随后 唐若雪端着长枪缓缓靠近过来 不愧是藏经阁出来的人 不仅战斗力强横无敌 战斗意志也吓死人 如不是我刻意淡化自己在现场的影子 以及耐着性子等待你精神松弛 今天还真不好拿下你 泽泽 七大地径拥兵队长联手还被你杀死 你的实力在藏经阁估计能排前三了 你这样的人应该待在寺庙好好授业 而不是跑出来助纣为虐 可惜你没有觉悟啊 跟宋红颜狼狈卫尖 导致落到这个下场 你现在手脚和脊椎都被打断了 还中了弹头的河豚素 你已经成了一个废人 简单一点说 这一战你就已经输了 唐若雪一边端着长枪靠近 一边戏血看着面具青年 说完之后 他用长枪把面具青年身子挑翻过来 面具青年又是一声闷哼 背部疼痛让他五官都变得扭曲 随后 他盯着唐若雪冷喝 唐若雪 你太卑鄙 太无耻了 唐若雪吃笑一声 臣王败寇 不是你们一向推崇的吗 我变成这样 也是拜你们所赐 他翻过面具青年后 却没有贸然俯身揭露面具 担心对方又跟刚才那样玩花样 他始终用枪口指着对方 同时让卧龙和焰火过来 面具青年努力凝聚着利器 同时与其怨毒 唐三国当年喜欢逼人 比枪不听从者或者比他强的人 他就会背后开枪 没想到你也一传道 他的卑鄙无耻基因 唐若雪 我告诉你 你今天最好把我杀了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今天所谓 他挤出一句 我会把今天的吃辱 十倍百倍的偿还给你 唐若雪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 随后不置可否一笑 你不会有报复我的机会 今天 别说你的党羽不可能来救你 就是叶凡和宋红颜出现 我也不可能让你活命 我是绝不会让任何威胁到 夏昆仑的敌人活下来 特别是你这种 能够一人杀七大佣兵队长的人 我哪怕跟叶凡和宋红颜撕破脸皮 我也不可能把你放火归山 怎样 要不要跟我说点有价值的东西 让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比如你的身份和底细 你在下国的任务 宋红颜怎么唆使你 安排你 唐若雪寻思尽力揭穿宋红颜 让叶凡那个傻子 能够看清他的真面目 面具青年挤出一笑 宋红颜 我以前不解宋红颜 为什么让你做地豪银行董事长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 他是早就看清楚 你是一把双刃剑 所以把地豪银行 交给你从唐门争斗中抽身 让你这把双刃剑 在漩涡中伤人伤己 他叹息一声 他比我聪明多了 呵呵 这话说的 你好像跟宋红颜 不是一路人一样 唐若雪眼神有着不屑 你都落到这个地步了 还嘴硬撇清关系 有意义吗 面具青年想要回应什么 却是身子一痛 脑袋一歪晕了过去 踏踏 唐小姐 唐总 漏大BB7 3 也就在这时 来路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唐若雪下意识抬起长枪指向来路 不过他很快又放了下来 卧龙 焰火和六个佣兵 唐若雪松一口气 你们总算来了 卧龙和焰火他们如果不赶紧过来 再出现一批凶徒 他怕是难以应付了 因为他不仅只剩下三颗弹头 身体也受了伤 唐总 这怎么回事 黑曼巴和熊师他们怎么都死了 这里究竟怎么了 奔赴过来的焰火 看着横死的七名佣兵队长大惊失色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黑曼巴他们会死在这里 而且还是七个人死在一起 他有点无法想象这里发生过什么 卧龙也是皱起了眉头 同样意外有人能杀死七名队长 要知道 这可是世界最顶尖的佣兵队长 不过看到唐若雪没事 他又松一口气 随后掏出手机发了一条讯息 唐若雪扫过浑身是血的焰火一眼 随后盯着昏过去的面具青年开口 黑曼巴和熊师他们联手对战这面具家伙 一番厮杀下来 黑曼巴他们全部战死 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我最终也把这面具家伙拿了下来 我已经打断他四肢和脊椎 待会揭露了他的真面目后 我会一枪杀了他给黑曼巴他们报仇 还有 他们虽然死了 但剩下的尾款我一样会支付 你告诉黑曼巴他们的手下 他们领队死了 他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退出我跟他们的约定 除了定金外 每个人还能拿五百万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执行完任务期限后 拿七成尾款走人 唐若雪淡淡开口 一年后 我会把尾款我交给你 由你发放给他们 焰火和六个佣兵眼睛一亮 仅听唐总吩咐 这不仅是壮大了他们 还让他们多一大笔钱 毕竟黑曼巴等死去的人那份 将由自己灵活掌控 唐若雪追问一声 现在情况怎样啊 报告唐小姐 焰火一边拿出一只红年白药 递给唐若雪 一边毕恭毕竟对他汇报 小镇凶徒现在基本崩盘 不仅被我们打穿了包围圈 还被我们杀了两千多人 他们正惊慌失措地逃出荒漠小镇 我们现在掌控了整个小镇 还拿下一百多人做苦力 那伙黑衣人的据点防线也击溃了 兵刺战队牺牲30名佣兵后 把对方占据的矿井拿下了 里面发现了战导车 他们从火口嘴里挖出 这些黑衣人确实是冲着烟门关擂台一战去的 一旦夏昆仑取得擂台一战胜利 他们就发射秃鹰战导 轰杀夏昆仑和九公主 他还拿出手机调出几张照片给唐若雪查看 唐若雪扫尸一眼 看到危机化解 很是满意 做得非常不错 今天虽然死了不少人 我也受了伤 但能化解这一个危机 非常值得 九公主他们躲过一截 夏昆仑他们躲过一截 天下苍生也躲过一截 说到这里 他把红颜白药丢还给燕火 不愿意使用这一款药膏 接着唐若雪又望向了卧龙 卧龙 你没事吧 卧龙忙接过话题 谢谢唐小姐关系 我没事 只是战灭羊跑了 那家伙不知道疼痛 我打了他好几下 他只是吐血 却没半点疲惫 后来他听到一击哨子声 就跳入一个矿井跑掉了 我原本想要追击 但收到小姐的求援讯息 我担心你有事 就赶回来了 卧龙把事情一五一时告诉唐若雪 脸上有着一丝 没有拿下战灭羊的遗憾 唐若雪文言微微汗手 一副对战灭羊失去兴趣的态势 一个杀人机器 跑了就跑了 我现在拿下他的主子 战灭羊就无所谓了 而且你打他打了那么多下 他不死也要脱层皮 你没事就好 唐若雪画风一转 焰火 去 把这幕后黑手的面具摘下来 焰火一愣 随后点点头 明白 他一挥手 一名拥兵上前 俯身在面具青年脸上摸索一番 接着他就刺来一声 把面具揭开 一张温润白皙 又眉清目秀的脸呈现了出来 唐若雪身躯一颤震惊师生 唐北璇 第二千八百九十张 命选一线 眼前青年正是唐北璇 他的面目 让唐若雪和卧龙都大吃一惊 两人怎么都没想到 暗中兴风作浪的家伙 会是唐北璇 这意味着叶凡对他们的提醒 没有水分 这也意味着 叶凡不是担心揪出宋红颜 而制止他介入 叶凡是真的关心他生死 这让唐若雪心里掠过一丝愧疚 不过 他很快又皱起了眉头 盯着双眼紧闭的唐北璇摇头 不可能 不可能 夫人说唐北璇在泛国进修 昨天朋友圈还看到了唐北璇参加世界佛法的影子 这人怕是还有面具 说不定故意整容成唐北璇 给我再摸一摸他的脸 看一看有没有第二张面具 或者有没有整容痕迹 唐若雪对着揭开面具的大个子拥兵发出一个指令 大个子拥兵文言点点头 伸手又摸了摸唐北璇的脸 他反复摸了几次后开口 没有第二张面具 唐若雪声音一沉 用匕首割破肌肤试一试 大个子拥兵当的一声拔出匕首 在唐北璇脸上滑了一下 鲜血顿时流淌了出来 他再度回应 刀尖一触即破 不存在第二张面具 唐若雪抿着嘴唇开口 好好查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整容的痕迹 他还是不死心 他心里多少无法接受唐北璇兴风作浪 甚至想要杀死自己 毕竟他和地豪银行可是一直支持着陈元元 如不是自己替陈元元承受了滔天巨浪 压制了唐玄霸和唐侍候他们 陈元元早就分崩离析 自己这样尽心尽力扶持陈元元 陈元元还放纵儿子来对付自己 未免太不是东西 而且在唐若雪的认知中 唐北璇是吃斋念佛心态平和之人 不会阴谋诡计也不会什么伸手 所以他想要进一步甄别唐北璇的身份 明白 大个子佣兵再度点点头 随后他背对着唐若雪他们俯下身子 盯着唐北璇极其认真的审视 作为善于伪装的一流佣兵 唐北璇有没有整容 他多少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下巴 嘴唇 鼻子 脸颊 眼睛 佣兵一点点查看唐北璇 只是他查看唐北璇眼睛的时候 唐北璇的眼睛猛地睁开 两朵像日葵一样的光芒 像是深邃星空一样 瞬间把佣兵的惊奇神吸了进去 大个子佣兵不仅瞬间僵直了动作 还大脑一片空白失去了自我意识 下一秒 唐北璇张开嘴巴 如炸雷一样蹦出三个字眼 空 风 杀 随着这三个字喝出 大个子佣兵眸子瞬间灰白 同一时刻 唐若雪 焰火和五名佣兵也是脑袋一震 好像被雷劈了一样茫然 下一秒 大个子佣兵反手抬起了右手微冲 转身对着焰火和唐若雪他们扫射 不仅干脆利落 还速度极快 哒哒哒的一连串枪声中 五名佣兵惨叫一声 捂着腹部跌飞出去 唐若雪和焰火也是身躯一阵 宛如大奔机一样向后摔倒 卧龙伸手远远高于众人 所以在枪口转向自己的时候 他就一个翻滚躲避出去 唐若雪他们都穿着防弹衣 大个子刚才第一轮射击虽然射中 但却没有要了众人的命 不过弹头打在防弹衣和护甲上面 也足够震伤他们五脏六腑 让他们口鼻喷出鲜血 大个子佣兵没有停歇 趁着唐若雪他们倒地 丢掉打光弹头的威冲 反手拔出了手枪 他动作机械却又干净利索 对着抬头的五名佣兵扣动扳机 砰砰砰 一阵冷漠枪声中 五名想要挣扎起来的佣兵 脑袋一颤 接着他们扑通一声摔回地面 额头都有一个血洞 他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这胜利前夕 出生入死过的大个子佣兵 会突然对他们下毒手 只是他们再怎么不干 也没有意义 脑袋一歪 生机熄灭 漏到DV7 三 砰砰 大个子佣兵根本没有理会 同伴横死 对着焰火和唐若雪又是两枪 唐若雪忙双脚交错 让自己弹出好机敏 焰火健壮也忙翻滚出去 还怒吼一声 汤姆汤姆 你在干什么 你脑子进水攻击我们 他看不透同伴发生什么事了 你背叛了我们 大个子佣兵没有废话 直接给了他两枪 让焰火不得不窜入掩体躲避 焰火暴怒无比 恨不得掐死同伴 在他想要反击的时候 大个子佣兵又掏出一颗炸雷一扔 惊天动地的爆炸中 卧龙和焰火不得不停止攻击念头 像是灵猫一样再度翻滚 砰 趁着这个机会 大个子佣兵枪口一偏 对着被冲击波掀翻的唐若雪射出一枪 恩 正要躲入一处断墙的唐若雪 背部一通跌了出去 弹头打中了他的后背脊椎 让他全身散架一样剧痛 大个子佣兵想要再扣动扳机 却传来咔咔两声没了子弹 不过他没有丝毫犹豫 对着焰火丢出空枪 接着掏出最后一颗光荣雷 他一把拉环就要对唐若雪丢出去 唐若雪翘脸瞬间苍白 前所未有绝望 咔嚓 砰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找到机会的卧龙从后面闪现 他双手一挫 咔嚓一声 扭断了大个子佣兵的脖子 接着卧龙一脚猛地踹出 砰 大个子佣兵连带炸雷一起跌出十几米 卧龙同时趴在地上 还吼出一声 小姐 趴下 唐若雪和焰火赶忙抱着脑袋堵入掩体 轰 几乎他们刚刚保护好自己 大个子佣兵位置就传来一声巨响 惊天动地 火光冲天 还伴随几颗弹头乱飞 大个子佣兵占了一个尸骨无存 马德 这究竟怎么回事 晕沉沉的焰火摇晃着站起来 他一边抬起武器戒备 一边扫尸全场怒骂 卧龙则身子一跃 跳到唐若雪身边拉他起来 唐总 没事吧 我没事 唐若雪挤出一句 随后走前几步 一把夺过焰火手里的短枪 他杀气腾腾对着唐北璇冲过去 唐北璇 唐北璇 唐若雪一边吼叫着唐北璇的名字 一边对着唐北璇扣动扳机 发泄情绪 弹头砰砰砰飞射 尽数打在唐北璇的手脚 让他身上溅起几团血花 他是一个聪明女人 稍微冷静就能想通唐北璇搞鬼 只是冲到唐北璇的面前时 唐若雪也对上了唐北璇的眼睛 此刻唐北璇的眼睛没了向日葵 只有一片血红 宛如深渊一样吸人 唐若雪微微一呆 感觉灵魂不受控制滑入万丈深渊 而且根本杀不住车 而他手里的枪 正掉转枪口对着自己下巴 唐若雪感觉自己要一头栽进深渊 手指下意识要用力扣住东西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了卧龙一声爆喝 小姐 不要看他眼睛 不要看他眼睛 两声怒吼中 卧龙还一闪而至 对着唐北璇眼睛就是砰砰两声 唐北璇眼睛瞬间一片乌黑 宛如熊猫一样看不出样子 嗯 唐北璇眼睛一受到重创 唐若雪也打了一个机灵 恢复了理智 他还第一时间偏头 同一时刻 手指带着惯性压下了扳机 砰的一声 一颗弹头擦着他耳朵过去 唐若雪嘴角牵动 吓出一身冷汗 差一点就差一点 他就要自己包掉自己的脑袋了 第二千八百九十一章 他是离鬼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这时 唐北璇四角朝天躺在地上 全身湿漉漉的 彻底失去战斗力 他看着没死掉的唐若雪 生出遗憾 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 撤走了战灭羊 不然有战灭羊死死缠着卧龙 卧龙就不可能及时来到这里 没有卧龙压阵 你十个唐若雪都死了 唐北璇脸上有着无奈 有着不甘 战灭羊最大价值 就是缠住卧龙 让唐若雪 失去最大助力 可惜不知道谁在背后搞事 把战灭羊临时撤走 这让他惋惜之余 也生出水深的感觉 他费尽心思修复战灭羊 以为自己是唯一指令人 却没想到 还有人能够控制战灭羊 这说明 有一个懂得更高权限的黑手 在自己背后 而且这黑手一直在更高层次 盯着他唐北璇的一切行动和计划 这让唐北璇生出一丝挫败感 他自始至终 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棋手 却没想到自己在别人局里 依然是一枚棋子 只是比起揪出幕后黑手 唐北璇此刻更想要唐若雪死 这个母亲阵营的人 本该全力给母亲卖命 结果却三番两次捅了自己人刀子 沈家宝一战 汪清五码头被救 望北茶楼庇护叶凡 沈家粮草被劫 还有今天坏他大事 唐北璇恨不得把唐若雪五码分尸 要我死 你配吗 你有这实力吗 唐若雪让焰火搜寻唐北璇全身一翻 接着又让卧龙踩住他的身子 确认没有危险后 唐若雪就上前几步 盯着唐北璇不屑哼出一声 想要跟我唐若雪拼 你等下辈子吧 你现在应该底牌进出 再也挣扎不了吧 既然大势已去 你就痛快一点招供自己 你别说你是唐北璇 我承认 刚才揭露面具的时候 我确实差点被你忽悠了 可是你不该使用神控之术 控制大个子佣兵袭击我们 神控之术一出 你就暴露自己不是唐北璇的底细了 曾经范当思亲口跟我说过 神控之术 非犯人不能传授 也修炼不成 因为外人缺乏犯人那种 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 所以你虽然是唐北璇面孔 但我能断定你不是唐北璇 唐若雪对着唐北璇喝出一句 快说 你究竟是什么人 唐北璇淡淡开口 臣王败寇 我唐北璇虽然不是好东西 但落到这个地步 没有必要隐瞒了 我就是唐北璇 唐北璇就是我 我来下国最大意图 就是借助天下商会的手 把神州五大家子职 用各种借口除掉 郑俊卿和汪清武他们死光后 我就是五大家年轻一代最强 我会成为神州最耀眼的那一颗星星 似乎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唐北璇也没有再遮掩 倾诉着自己的远大宏图 我不仅要掌控唐门 我还要整合五大家资源 成为世界金字塔间 最最有权势那一错人 这个心愿 跟你爹唐三国一样 都是不甘心只做一家少主 想要成就更大的伟业 可惜 我也跟你爹结局一样 出师未结身先死 你爹倒下了 身败名裂 我现在也倒下了 结局只会更差 唐北璇看着唐若雪开口 你爹不甘 我也不甘 可没法子 这就是命 唐北璇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宏图大业会这样搁浅 只是想到命运是苟养的 他又释然 唐若雪脸上没有震惊 只是戏谑看着唐北璇 则则 一副推心之副真挚的样子 还拿我爹来打感情牌 你假扮唐北璇能欺骗别人 却欺骗不了我 就如我刚才所说 非凡人是修炼不了神控术的 这是你无法避免的硬伤 而且你不配跟我爹相提并论 我爹当年是要摧毁五大家的腐朽 建造五大家新的世界 他的格局不是你能企及的 行了 别给我车有的没的了 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底细吧 坦诚说出你的身份和计划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Loda BB7 3 唐若雪冷笑一声 还有 别以为你不招供 我就挖不出猜不到你的底细 唐北璇咳嗽了几声笑道 你猜到我底细 唐若雪挥手让焰火拿来一瓶水 打开咕噜噜的灌入喉咙 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 你是宋红颜培养出来的犯人 宋红颜当初从我手里 拿走范当司资产包 不仅掌控了范衣在神州一切无业 还接管了一大片范衣 他从这批范衣中 挑选出跟唐北璇相似的你 还给你大批资源培养让你成长 接着他还利用金之苑这一条人脉 让手艺最精湛 水平最高准的寒衣给你整容 很快 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唐北璇打造了出来 然后他在适当的时候 放你出来兴风作浪 比如像是这次给叶凡上位屠龙殿 宋红颜让你这个唐北璇在下国搞事 对他来说可谓一箭似雕 亦能营造危机 让汪清武和郑俊卿他们更加尊封叶凡 稳估叶凡在神州的地位 二可以打入铁木精阵营窃取机密 让叶凡和铁木吴越能够轻易胜利 三可以让你挑拔我跟唐夫人的关系 让我对唐夫人仇恨 撤掉对他的支持 四 唐北璇兴风作浪残害五大家子职 还干涉下人事物 会遭受千夫所指 甚至人人喊打 如此一来 唐北璇这个继承人毁掉了 唐夫人也会在脏水抹黑中 百口莫辩退出争斗 宋红颜也就能在唐门轻易上位了 唐若雪眼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还有不置可否的神情 似乎告知唐北璇忽悠不了他 唐北璇张张嘴巴 想要说些什么 却最终叹息一声闭嘴 唐若雪声音一沉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招供还是不招供 唐北璇淡淡出声 我已经说了 我就是唐北璇 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唐若雪掏出手机哼出一声 就让你死个心服口服 他直接给陈元元打去一个电话 看到唐若雪跟陈元元打电话 唐北璇脸色巨变 似乎不想面对 本能挣扎 卧龙盲一脚踩住了他 唐北璇努力挣扎 却根本动弹不得 唐若雪还一挥手 让燕火用衣服 堵住唐北璇的嘴巴 不让他唧唧歪歪出声 扰乱自己 嘟嘟嘟的声中 陈元元电话很快接通 喂 若雪 中午好啊 怎么有空给我电话了 唐若雪声音轻缓而出 夫人 我在境外执行一个任务 跟一伙凶徒发生了碰撞 他在下地兴风作浪 扰乱国度 还想要残杀五大家子之 我跟卫手凶徒恶战 他张嘴就认自己是唐北璇 还说要登顶神舟 我任务紧急 懒得耗费时间去甄别 就想要打电话问问你 你跟唐北璇有联系吗 他现在在哪里 唐若雪问出一声 这唐北璇是李逵还是李鬼 陈元元文言一正 随后浅浅一笑 若雪你这是什么话 北璇在泛国进修呢 昨天参加佛法大会 今天授业解惑 我早上还收到他寄过来的佛珠呢 再说了 他为人温和 人畜无害 怎么会去下地做凶徒呢 陈元元笑了笑 而且就算他要兴风作浪 他手里也没有资源 这时 唐北璇身子一躬 背部一弹 身上一颗弹头飞射出去 直取唐若雪的脑袋 没等唐若雪躲避 卧龙伸手一扫 直接把弹头扫飞出去 还真是一条毒蛇 唐若雪目光一寒 撇着唐北璇开口 夫人意思是 这个是理鬼了 他失去了耐心 陈元元笑声悦耳 有人居心叵测 想要挑拔我们 我也这样认为 夫人放心 我给宋红颜一个下马位 唐若雪彻底放松 接着抬手三枪 砰砰砰 一连串的枪声中 唐北璇脑袋开花 第二千八百九十二章 替我传一句话 唐北璇倒在地上 失去了生机 满地的鲜血 昭示着他生命的流逝 唐若雪一脸平静地 收起枪械 电话另端的陈元元 却心里一揪 他止不住出声 若雪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夫人 没事 唐若雪感受到 陈元元的紧张 风轻云淡安抚一生 我只是把离鬼打死了 给宋红颜一个警告 他如果再敢安排 冒牌唐北璇搞事 我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唐若雪 绝不允许 宋红颜安排的人 伤害到夏昆仑 也不允许他 挑拔自己跟陈元元关系 陈元元声音一颤 你杀了冒牌唐北璇 你抓到他了 唐若雪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看着尸体很有成就感 他很狡猾很强大 还让我牺牲了不少人 不过最终还是没逃出我的五指山 他傲然一笑 我已经把他毙掉了 陈元元挤出一声 你把他杀掉了 唐若雪风轻云淡 一个冒牌货 杀了不就杀了 陈元元呼吸急促 你拍几张照片 没等陈元元把话说完 唐若雪就看到不远处有不少流窜的凶徒跑来 他手指一挥 示意焰火消灭他们 接着毫不客气打断陈元元的话头 行了 夫人 我现在有点忙 要清除荒漠小镇的残敌 待会还要彻查整个小镇 我绝不会允许燕门关擂台一战出现意外 今天这电话就先到这里吧 等今晚空下来 我再跟你好好细说宋红颜对我们的算计 说完之后 他就把卫星电话挂了 向杀掉敌人的卧龙和焰火发出指令 卧龙 安排几个人 把这冒牌唐北玄的尸体给我收敛了 然后给宋红颜送过去 不需要直接找宋红颜 把尸体送去望北茶楼就行 望北茶楼是叶凡地盘 叶凡的人会把唐北玄尸体转到宋红颜手里 让这个冒牌祸得死 压一压宋红颜的气焰 让他少一点腥风作浪 唐若雪要向宋红颜露出自己的獠牙 也顺便向叶凡展示 他拿下幕后黑手的能耐 卧龙微微点头 明白 唐若雪又望向了焰火 声音清冷而出 焰火把拥兵分成两匹 一匹恶手荒漠小镇各个出入通道 不准任何人进出 另一匹拿着仪器和投降的凶徒 对荒漠小镇地毯式搜查 看看除了矿井下面的秃鹰颤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杀招 宋红颜做事一向有后备手段 咱们不能轻敌大意 经历唐北玄一事 唐若雪已经知道小心使得万年传 焰火也点点头 明白 吩咐完后唐若雪就待 周卧龙钻入附近一间咖啡厅 他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坐镇指挥 几乎同一时刻 燕门关擂台一战横生变故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也为了避免被人打乱 九公主她们把擂台设在联军大营 向连城她们要下昆仑 带人去联军大营比武 消息一出 边军哗然 燕门关子民哗然 全都觉得这是红门燕 他们还判定 一旦夏昆仑带人进取联军大营 不管输赢都会横死 全国子民也再度认定 这是铁木精的阴谋 是铁木精借助九公主的手 弄死夏昆仑 于是万人血疏 无数电话 纷纷跪求夏昆仑不要深入敌营 一个个喊着 宁愿粉身碎骨战死 也不要夏昆仑冒险武 面对人山人海的跪求 夏昆仑发表了讲话 为了避免生灵涂炭 也为了借到十万大军 哪怕百分之一的希望 他也要尽百分百的努力 而且他相信自己的实力 也相信九公主他们信誉 所以他会带着三十名高手 深入敌营 这一刻 夏昆仑的高大形象 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在咖啡厅喝着咖啡的唐若雪 看着手机上传来的消息 脸上有着痴迷 堂堂正正义无反顾 不愧是这个国度最强的男人 也是我最欣赏的男人 我相信你的实力能够应付 但为了你的安全 我还是要给你加一道保险 LodaBV7-3 说完之后 唐若雪拿出手机 打给了千里之外的叶凡 他还直接发出了视频请求 电话响了六下后 叶凡才接通 视野中的叶凡 穿着一身宽松衣服 手脚 脖子和脑袋伤痕累累 涂着红颜白药 此刻的叶凡 正靠在一张破旧的糖椅上 他一边喝着热乎乎的乌龟汤 一边看着唐若雪惊讶出声 你还没死 狗嘴吐不出象牙 唐若雪冷笑一声 你就这么想要我死 叶凡漫步精心回应 不是我想要你死 而是你自己要找死 孤君深入荒漠小镇 让你突围却死活不肯 还非要留下来一决生死 你这样固执不失好人心 我除了给你收尸 还能做什么 不过你现在能给我视频 看来我多少低估你了 叶凡低头喝入一口汤 我还以为你早被几千凶徒乱枪打死了呢 唐若雪文言痴笑一声 毫不客气讥讽叶凡 你知道我危险 知道我九死一生 也不想法帮我一把 算什么钱负 不管我怎么固执 怎么不失好人心 你也该全力替我化解危险 而不是赌气撒手不管 唐若雪微微摇头 你啊 真是让我越来越失望 叶凡文言不至可否一笑 你难道没有听过那一句话 良言不劝该死鬼 慈悲不度自绝人 我给你安排退路不要 非要留下来寻死 我脑子进水跑过去救你 我也不会让手下为你 一意孤行葬送性命 再说了 我多少还是帮了你的 叶凡淡淡补充 加油站可是我下令炸的 多少替你缓冲了外围压力 唐若雪嘴角勾起一丝细血 看得出 你确实不怎么在乎我生死了 估计你让人炸掉加油站后 就不再关注荒漠小镇了 不然你不可能不知道 荒漠小镇现在的情况 炸掉加油站 与其说你替我缓解压力 还不如说是送我上路的礼炮 他冷笑一声 可惜我活下来了 还活得好好的 确实没一直关注你生死 叶凡低头喝入一口乌龟汤 我在都城也是重重包围 随时会被敌人堵住干掉 我自己都九死一生 哪有太多精力管你生死 而且你也不让我管 别废话了 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 有时说是 没事我就准备换地方了 外面几万人找我 他嘴里还吐出一片乌龟壳 两件事 唐若雪也没有再跟叶凡废话 道出了自己的来意 第一件事 我打穿了荒漠小镇 诛杀了凶徒 我不仅挖出秃鹰战岛 化解了擂台一战的危机 我还拿下了幕后黑手 也就是你所说的唐北璇 我还把这个离鬼 打成了马蜂窝 你让宋总以后 少干点挑拨离间的事情 不然来多少 我秃秃多少 第二件事 替我给九公主传一句话 擂台一战最好公平公正 但凡这次擂台一战 有什么不公平 我会把缴获的秃鹰战岛 扔在他们头上 也许杀不死九公主 和向连长他们 但拉一两万人 给下殿主陪葬 还是绰绰有余的 唐若雪决定 给予九公主他们一点威慑 让他们算计下昆仑的时候 有所忌惮 叶凡文言疼得坐直身子 满脸震惊 难于置信 什么 你杀了唐北璇 机操物六 唐若雪红唇清起 别废话了 做事吧 第二千八百九十三张 无约的手段 你真的把唐北璇 揪出来杀掉了 叶凡无视唐若雪的要求 只是震惊唐北璇横死 唐若雪脸上 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语气淡漠回应着叶凡 废话 捣乱擂台一战的 幕后黑手如果没死 我现在岂能从容跟你通电话 而且不把幕后黑手干掉 打穿凶途 我又从哪里弄来 秃鹰颤倒 还有 这个幕后黑手 虽然是唐北璇的样子 但他是不是真的唐北璇 你心中有数 就算你真的一无所知 你也可以问问宋红颜 他会告诉死的人 是不是唐北璇 得到陈渊源确认过身份的唐若雪 对横死的唐北璇身份有着绝对信心 叶凡口干舌燥 唐北璇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且强大无比 你是怎么反杀他的 唐若雪端起咖啡喝入一口 漫步惊心回应着叶凡 他脑子进水冒出来跟我比枪 想要猫捉老鼠弄死我 他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 跟我斗智斗永配嘛 我一边跟他比枪 一边召唤黑曼巴他们伏击 他伸手还是可以的 用歪门邪道杀了黑曼巴等七名拥兵队长 他生出一抹不屑 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躲过我枪里的弹头 原来是这样 叶凡文言微微点头 算是明白唐北璇怎么会阴沟里翻船 七名拥兵队长围攻 再加枪法一流的唐若雪 换称是他 如不用屠龙之术 估计也难逃好 接着他眯起了眼睛开口 你杀了唐北璇 小心一点 陈元元一定会疯狂报复你的 唐北璇是陈元元的唯一子女 虽然是逼不得已跟唐平凡生下来的 但怎么说也是他的孩子 而且唐北璇是陈元元在唐门争斗的最大筹码 陈元元在唐门子侄看来是外人 但唐北璇流淌唐平凡的血 这就让陈元元能够师出有名 如果唐若雪真杀了唐北璇 等于挖了陈元元的根 陈元元绝对往死里整唐若雪 所以叶凡补充一句 你如果没什么大事 最好赶紧回新国好好待着 叶凡 差不多行了 唐若雪皱起了眉头 毫不客气训斥着叶凡 别有空没空 就跟你未婚妻一样挑拨离间 好好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呢 你当我不清楚这个唐北璇是真是假 我只是不想解释太清楚 让你觉得我在给宋红颜泼脏水 我告诉你 我杀他的时候 我是当着唐夫人的面杀的 唐夫人都说唐北璇在犯国 你还唧唧歪歪说死者是唐北璇 这不扯淡吗 行了 别讨论这个了 我现在要盯着下殿主的擂台一战 你赶紧把我的话转告给九公主 说完之后 唐若雪也不带叶凡回应 就不耐凡地挂到了电话 看在儿子的份上 他给足了叶凡余地 叶凡不珍惜 那就不是他的错了 唐若雪做完该做的事情后 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在擂台一战 呜 中午一点 一辆面包车呼啸着驶入望北长街 驶进望北茶楼 在茶楼护卫拦住面包车的时候 车子就一脚踩停横在空地 紧接着 一个黄色尸袋被人抬了下来放在空地 两名拥兵留下一句唐总送给宋红颜 后就急匆匆离开了 正在茶楼三楼跟铁幕无约通话的宋红颜 收到汇报就带着人走了下来 他挥手让人对黄色尸袋好好检查 接着又用仪器仔细扫描 没有危险之后 他才在盾牌保护下慢慢靠近 看清楚死者的脸 宋红颜毛子微微眯起 唐北璇 露到BV7 3 显然他对唐北璇的面孔也熟悉 这时 视频对面的铁幕无约哑然出声 唐若雪真杀了唐北璇 唐若雪给叶凡的电话和警告 叶凡第一时间就跟铁幕无约和宋红颜说了 所以宋红颜和铁幕无约都对这件事有所准备 只是始终诧异唐若雪能够杀掉唐北璇 宋红颜微微偏头让人检查唐北璇的面孔 随后拿着手机让铁幕无约查看 从他身体上的伤口判断 以及黑曼巴他们确实死亡的消息 应该是一个顶尖高手 这个死掉的人应该就是挑拔五大家的幕后黑手了 他的面孔是唐北璇 再结合你在铁幕经那里听到的情报 几乎可以印证唐北璇是幕后黑手 宋红颜做出一个判断 也就等于这面前的尸体是货真价实的唐北璇 不过出于周全 他还是让人取了尸体的血液和头发 拿去化验 看看跟自己是不是能牵扯关系 铁幕无约感慨一声 如果真是唐北璇 这次可算是阴沟里翻船了 悄无声息借刀杀掉几百名五大家子侄 还有铁幕经等人脉 唐北璇不可不畏强大 铁幕无约一度把他当成铁幕经之后的第二个警敌 还寻思着怎么跟叶凡把唐北璇挖出来 可没想到他在荒漠小镇被唐若雪杀了 宋红颜看着死去的唐北璇 翘脸多了一丝黯然 命运还真是弄人啊 我无数次想象 我跟我爹这个儿子会怎样见面 我还寻思 见面之后 我该对他笑里藏刀 还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惜 我想了无数个画面 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阴阳两个 宋红颜谈不上悲伤 只是感觉惆怅 觉得事事无常 铁幕无约绽放一个笑容 声音平和而出 宋总没必要太多感慨 虽然你们有相同的血脉 但不曾相处没有感情 而且你们终究是两条路的人 你和叶凡要带着五大家一起繁荣 他却想着独占全部资源 唯我独尊 你没必要为走歪路的人痛苦 还有 唐北璇兴风作浪多时 借刀杀了很多五大家子之 以他的手段和性格 他今天如果不死 将来有机会一定对你下毒手 再说了 他现在死了 也算是体面 至少拿不到他残害五大家的罪证 不然将来被五大家知道 他行径拿到铁证 不仅他和陈元元要倒霉 唐门也会被牵连 铁幕吴越安抚送红颜 让他不要因唐北璇的横死 影响情绪 打乱接下来的计划 宋红颜收起惆怅情绪笑道 放心 我只是感慨 唐北璇影响不了我的 他经历唐平凡的横死 经历叶凡的失而复得 经历倩倩的命悬一现 早就能坦然一切了 影响不了就好 铁幕吴越画风一转 唐若学把尸体送给你什么意思 宋红颜居高临下 扫视着唐北璇尸体 声音不轻不重开口 就如叶凡说的 他觉得这唐北璇是冒牌的 是我安排的人 所以他就把尸体送过来 给我一个警告 他语气淡漠 他对我始终存在着 莫名其妙的敌意 铁幕吴越点点头 你准备怎么处置这唐北璇 宋红颜掏出纸巾 俯身给唐北璇擦拭掉血迹 虽然我跟陈圆圆不对付 也跟唐北璇没有感情 但多少有点血缘 我准备选快风水宝地安葬了他 宋红颜给出自己想法 这也算是我对我爹和唐门一个交代了 铁幕吴越冒出一句 这唐北璇尸体 我来处理吧 宋红颜眯起毛子 你来处理 你想怎么处理 铁幕吴越声音轻柔而出 砍了他脑袋 给他铸造一个精深 用最好的棺木 最贵的砖机 最隆重的仪式送给陈圆圆 告诉他 收到一颗脑袋的你 只能做到这些了 第2894章 这份嫁状够不够 砍了唐北璇脑袋 听到铁幕吴越的话 宋红颜巍微一正 随后他看着铁幕吴越一笑 曹操的祸水冬影 铁幕吴越绽放一个笑容 跟宋总沟通就是痛快 很多东西一点就透 不过曹操那一招叫祸水冬影 我这一招叫火上浇油 唐北璇不仅是陈圆圆的儿子 也是他扎入唐门的根 白发人送黑发人 已经足够让他痛苦 再看到唐北璇死无全尸 整个人只怕会当场发疯 如此一来 陈圆圆会不择手段 格杀唐若雪 而且还是毫无缓冲 毫无思考的报复 这一刀兵相像 双方何止是撕破盟约 简直是不死不休 铁幕吴越补充一句 这一招很歹毒 但却非常有效 会泯灭陈圆圆最后的理智 宋红颜叹息一声 确实很有杀伤力 只是 只是觉得有风险 铁幕吴越轻声接过话题 担心陈圆圆 知道我们砍的脑袋 会让事情适得其反 放心 唐若雪不知道 他杀了唐北璇 现在也没有几个人 知道唐北璇死了 更没有人见过 唐北璇的尸体 我们给脑袋 铸造一个精神 再用最高规格 把尸体送回去 同时咬死唐若雪 送给我们的 就是一颗脑袋 唐若雪 跳进黄河洗不清的 而且陈夫人看到 我们善待唐北璇脑袋 潜意识也只会认定 是唐若雪所谓 当然 这是一件缺德的事情 宋总不便过手 我来处理最合适不过 我无父无母无后代 还早已看透人性 没了良心 无所谓缺德 更不在乎天谴 铁木无月落落大方开口 怎样 教给我如何 宋红颜轻轻摇头 拒绝了铁木无月的请求 我不是一个 悲天悯人的人 也不会被死者 为大的道德束缚 在我眼里 只有敌人和自己人 为了达到目的 我也可以铁血杀伐 不择手段 换成其余敌人 我会二话不说 让你去处理 但唐北璇真不行 他算是我亲人 我多少要给他一点体面 这也是给我爹一点面子 而且越到关键时刻 越不能多此一举 宋红颜微微张起红唇 很多东西 很多事情 只要做过 就一定会留有痕迹 铁木无月一愣 随后一笑 明白了 她是聪明的女人 自然知道宋红颜的意思 宋红颜没见到唐北璇尸体 铁木无月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但宋红颜看到了 知道了 她就不能再砍唐北璇脑袋 或者纵容铁木无月 去做这件事 因为她不能去触碰 叶凡内心深处的底线 唐北璇的尸体 还是我亲自来处理吧 宋红颜点到位置 你安心照顾叶凡 和应付今天的剧变吧 铁木无月脸上 划过一丝遗憾 不过也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随后她透过视频 望着燕门关浑浊的天空问道 燕门关起疯了 宋红颜抬起头回应 这燕门关 疯就没有停止过 铁木无月笑声柔和 好 我让燕门关的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铁木无月心里 盘算更大算计时 整个燕门关的电视 正直播夏昆仑出关 下午两点 夏昆仑带着三十名高手 抵达三国联军大营 双方请来的公正团 也相续入场 通过直播的镜头 无数人都看到 联军大营的三十个擂台 以及双方挑选出来的人马 九公主 向连城和哈霸 也光鲜亮相 接着 公正团宣告比武规矩 第一个回合 双方三十名高手 各选一个擂台 同时开战 双方分出胜负之后 按照人数最少的一方 在上擂台进行一对一比武 这样不断循环下去 哪一方的人在擂台站在最后 就算胜利 三点钟 双方比武正式开始 东郎 南英和秦苍 他们纷纷跳上擂台 三国联军的高手 也都相续出战 露达BV7 3 不过出于血腥和暴力考虑 直播被切断 双方分出胜负后 公正团会公布 这一出 让不少下人愤怒不已 纷纷喊叫三国联军要搞黑幕 还有人喊着九公主 他们要害死下殿主 要带着人杀过去保护下昆仑 只是九公主里都不理会众人 简单粗暴地切断直播 还划出警戒线威慑众人 下人拿九公主他们没办法 就转头把怒火倾泻到铁木精身上 天下商会和铁木家族的物业 又被打砸了一遍 铁木精的雕像也被破了油漆 只是闹腾一番后 众人依然关注着擂台一战结果 消息一个个从公正团的通告传出 第一个回合 三十战 联军十八人胜出 下军十二人胜出 第二个回合 十二战 下军和联军各有六人胜出 六人输了 第三个回合 六战 下军赢了两场 联军赢了四场 第四个回合 两战 下军赢了一场 联军赢了一场 至此 下军就剩下一个人 也就是下昆仑还有战斗力 而联军还剩下九个高手 这意味着下昆仑必须连续挑翻九个人 才能胜利 而公正团公布出来的名单 这剩下的九个人不仅有狼王 屠夫 拳王 还有熊破天压阵 这是隔着屏幕 就能让人感觉到窒息的阵容 这不仅让下人和燕门关将士 心如死灰 就连聚集燕门关的各方豪赌大鳄 也是绝望 不少把赌注压在了下昆仑身上的赌客 纷纷后悔 早知道三国联军是这种强横阵容 他们打死都不会有壮大运的念头 哪怕一赔石的比例 哪怕平手也等于下昆仑胜利 在众人眼里 下昆仑虽然强大 但根本不可能对抗这九大高手 单单熊破天就足够让下昆仑一败涂地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下昆仑的时候 各大赌城再度开足马力忽悠起来 他们喊着单车变宝马的口号 让赌客放手一搏压住下昆仑 他们不仅重新打开了盘口 还扩大了赔付比例 在下昆仑和熊破天 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 各大赌城开出了一赔二十的比例 他们想要吸引那些脑子进水 寻求刺激或者富贵险中求的赌徒 也就在这时 几百笔资金通过各种方式 涌入世界各大赌城下注 二十六亿美金化整为零 压住下昆仑一方胜利 各大赌场看到有人傻乎乎 送几千万美金过来 和不拢嘴接受这些资金下注 蚊子再小也是肉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横城 一栋摩天大厦 十六楼办公室 一个年轻女人 站在扩大的防弹玻璃前面 目光眺望着煞国方向 她头发盘起 容颜精致 一身香奈儿套装 让一双美腿比直又修长 她的脸上 还有着不加掩饰的强势和不可冒犯 她背后的大厅 是三十号人组成的团队 人手两部电脑两部手机 忙碌的不可开交 很快 房门被敲响了 一个中年胖子走入了境来 林小姐 二十六亿美金已经压住完毕 全部分散到境外的三百个大小厂子 还在他们可以承受的损失范围 这一战 如果我们输了 临时资金链就要断了 因为我们把全部现金和股权都抵押出去了 中年胖子提醒女人一句 临时集团别说成为横城龙头 估计没有三五年都缓不过来 林安秀淡淡一笑 如果夏昆仑赢了呢 中年胖子挤出一句 扣掉手续费 我们能拿到五百亿美金 临时集团冲踢而起 五百亿美金 林安秀望着窗外天空 涌现一抹独鼠的温柔 老公 这一份嫁妆 够还是不够 第二千八百九十五章自动开启 很快 下半场对战开始 公正团再度传出一个接一个消息 夏昆仑用身中三拳的代价 打败了西伯利亚拳王 夏昆仑折断一根肋骨后 把荒原残狼打出了擂台 来自相国的白头壮士输给夏昆仑一招 夏昆仑艰难又不可遏制的胜利 还连胜了八场 一个接一个消息 让外面等待结果的人紧张万分 又焦虑无比 无数人感慨夏昆仑的强大和坚韧 一条九还剩了八场 对手还都是三国最顶尖的高手 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小瞧夏昆仑了 只是随着胜利的增加 夏人也变得悲伤起来 尽管夏昆仑赢了八场 可他受的伤也越来越严重了 很多人都脑补着夏昆仑浑身是血 摇摇欲坠的样子 夏昆仑对战熊破天本就没多少胜算 现在伤成这样更不是对手了 只是半个小时后 公正团一个惊天消息传了出来 夏昆仑一一入伍透支自己 十八次倒地 却十八次站起来对战 每一次他嘴里都不断喊着为了煞锅 最终 熊破天被夏昆仑的家国情怀感动 他主动拉着夏昆仑一起踏下擂台 这一战熊破天宣告双方平手 公正团还发出一张熊破天 搀扶变成血葫芦的夏昆仑照片 背后血迹斑斑 擂台面目全非 地面一片粉碎 可以想象战况的激烈 接着又放出熊破天的采访视频 视频上 熊破天再度宣告这一战平局 有谁不服 可以亲自找他抗议 同时 熊破天还当场表演了脚踹重坦 手撕战机的戏码 这瞬间威慑了很多不爽 熊破天放水输钱的势力 纷纷喊着熊毛有风度有大格局 熊破天连十万熊军都能打穿 他们招惹了老怪物 分分钟容易丧命灭族 紧接着 九公主 向连城和哈巴也联合宣布这一战平手 而且他们也感动夏昆仑的一片赤城 所以愿意借兵三十万给夏昆仑勤王 双方就地签订协议 还公主于是 赢了 赢了 我们赢了 对战结果和协议一出来 压住夏昆仑的人疯狂了 燕门关将士振奋了 万千夏人也都沸腾了 他们不断喊着夏人无敌 不断喊着夏昆仑万岁 扬眉吐气 感动连连 还有着不安 不敢相信这一幕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奇迹 要知道 夏昆仑他们的实力 整整矮三国联军一大减 可现在 夏昆仑他们不仅平手了 还赢得了九公主他们感动 实在是让人感慨 尤其是燕门关的将士 心中更是震撼无比 为了拿下燕门关 九公主他们布局了多久 耗费了多少资源 他们心里清清楚楚 如此关键一战 联军怎么可能 让夏昆仑轻易得到胜利 哪怕九公主他们不玩什么龌龊手段 三国的高手也足够碾压夏昆仑他们 单单一个熊破天就足够让人绝望 他们跟外人一样不看好擂台一战 全都认定夏昆仑等人必输无疑 但谁能想到 谁敢想到 夏昆仑他们打出了一个平局 而且还赢得了熊破天 和九公主等人的尊重和协助 太吓人了 漏大BB7 三 太逆天了 看来堂堂正正顶天立地方是做人的王道啊 燕门关将士羞愧自己曾经对夏昆仑的鄙夷 随后散去审视最后烙印把夏昆仑当成偶像 此时此刻 他们发自内心的效忠夏昆仑 无数将士 无数子民 在燕门关门口列队 准备迎接夏昆仑回归 整个古城张灯结彩 可就在夏昆仑直升机即将抵达燕门关的时候 唐若雪也正站在屏幕前看着及时新闻 听到夏昆仑重伤连连却依然浴血奋战 他的眸子有着欣赏也有着疼惜 不愧是这个国度最顶天立地的男人 虽然敌人强大的难于战胜 却依然奋不顾身死磕 太让人震撼了 太让人佩服了 等他听到夏昆仑赢得熊破天尊重平局收场 唐若雪止不住激动了起来 漂亮 干得漂亮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敢断定 别说现在 就是未来一百年 也不会有人超越夏殿主 这勇气 这魄力 这坚韧 这家国情怀 无敌啊 唐若雪给予夏昆仑最大的赞誉 卧龙 用地豪银行名义 向夏昆仑表示庆贺 卧龙点点头 明白 卧龙心性早已淡然 不过对夏昆仑跟熊破天平局 心里还是惊讶 熊破天这种辐射导出来的天境老怪物 要想赢得他的尊重比登天还难 在卧龙话音落下的时候 唐若雪又想起了几件事 一拍脑袋对卧龙吩咐 除了向夏昆仑标识祝贺之外 再给我购买一千头牛 一千头羊送给他 让他能够好好犒劳三军 让他能够跟将士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对了 再问问凤厨 轻衣伤是怎么样了 还会不会继续恶化 如果轻衣病情得到控制 就让凤厨非一次夜门关 唐若雪脑子不断转动 夏昆仑这次对战受伤不小 需要一个医生好好治疗 卧龙轻声一句 唐总 叶凡是屠龙殿特使 也是赤子神医 他可以救治夏昆仑 唐若雪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语气带着一丝担心 叶凡算是好人 只是耳朵太软 容易被宋红颜蛊惑 宋红颜搞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想要废掉夏昆仑 让叶凡上位 所以让叶凡给夏昆仑医治 我多少不放心 我怕药物被宋红颜调换了 或者银针手术刀被下毒 唐若雪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还是让凤楚尽量来一趟燕门关吧 卧龙再度点头 明白 唐若雪拿起了手机 我也要给叶凡打个电话 谢谢他替我警告九公主 这秃鹰颤岛还真是好宝贝 如不是他替我威慑九公主他们 夏昆仑未必能公平一战 待会让燕火把秃鹰颤岛弄出来 我亲自送去燕门关给夏昆仑做贺礼 唐若雪想到擂台一战没出幺蛾子 不得不感慨枪杆子里出公平 唐小姐 不好了 就在这时 门口警戒的燕火 旋风一样冲入咖啡厅 她对着满脸笑容的唐若雪 吼叫一声 唐小姐 不好了 看守秃鹰颤岛的兄弟紧急汇报 秃鹰颤岛毫无征兆 自动开启发射状态 他们无法关闭程序 秃鹰颤岛正调整方向要发射 快 快 我们必须马上去地下室躲避 我担心秃鹰颤岛砸在我们头上 燕火连连吼叫 走 走 快走 什么 唐若雪文言身躯一颤 咖啡一抖撒了一地 秃鹰颤岛自动开启 几乎话音落下 唐若雪就听到轰的一声刺鸣 门外 一枚秃鹰颤岛冲踢而起